亞洲大學設計學院的王道法院長 還有美食館的各位資工 各位同學 今天早上很開心可以在這裡替大家介紹 就是美術館從今年正式開始的專業副館長蔡順任老師 蔡順任老師最近非常的紅 紅不是因為特別元素 是之前在華山藝文中心因為有一幅畫弄破了 然後就請蔡老師去做修復的工作 但是因為民間普遍對於那一家策展公司不信任 所以就開始就是那幅畫大家也討論真假 然後連修復的蔡老師也被大家啟禮 意大利的學歷對不對啊 或者是到底有沒有修過卡拉瓦橋的 橋坡的十方繪畫之父的作品 事實上意大利呢 它基本上是一種學徒 是學歷在蔡老師幫那個就是以前板橋的那個藝專 現在的台藝大成立那個補機修復系的時候 都已經被政府合格過 所以基本上這一些就在PTT 就在那個網路上鬧了一陣子之後就無疾而終 不過最重要的就是 當亞洲大學設計科系的學生到了亞洲大學之後 就像那個院長講的 大家應該是多面向的要去了解一些 為什麼呢 因為在台北的話 有師範大學早期的郭江宋啊 禮服場啊這些 在北部擔任修復 那他們的工作室常常一個月要接到 至少就是上百幅的需要修復的作品 為什麼 很單純 因為就是台灣前類畫家 當他們在創作的時候 台灣整體經濟條件不好 也沒有辦法像西方的藝術 從接受層然後到油 油化 調油 還有就是譬如白色 它的白色裡面有千白 它也有那個 另外的就是 不同化學元素的白色 那夾千白的話 放到陽明山就非常容易變化 所以那你油條的 跟地下接受層不合的話 它也容易產生歸變 所以怎麼樣來做修復 一直是現在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但非常有趣的呢 事實上像那個 就是從最 好 大家現在陸續進來 我會等大家都入座之後 就請蔡老師直接開始做演講 請盡量往前 那為什麼要往前呢 因為到時候 蔡老師可能也會秀給大家看一些簡單的 譬如說他有跟我講 像這一把小刀 是那個花 那個畫作上的 但是他這邊是要扣在手的指頭上 然後從前面這樣子操作 然後另外的話呢 就是現在一般修復的刀 所以大家如果再看後面 可能他有很多小的這一些的工具 大家未必看得清楚 那我要講的是 西方的十二聖徒裡面 十二聖徒 非常有趣的 就是管藝術的跟管健康的 是同一個聖徒 因為都是要不斷的 到了一個年齡就要開始做修復 同樣的情況 像蔡老師現在有蠻多案子 都是谷基修復 為什麼呢 也是因為以前 不管你谷基的壁畫 或者什麼 在做的時候 因為他的基本功 那個時候沒有太紮實 所以就到現在 在整個設計的這個領域有很多 你要先把壞的 或者是已經產生軍列的這一些 要先開始做一些簡單的修復 那我想大概差不多 已經陸續都要就定位了 那這一次呢 也特別謝謝 設計學院的王兆華院長 特別幫忙 請大家有課的正好就過來聽 因為設計 他其實從一個本質 然後開始做發想 然後把它呈現 然後把它再用各種的手法 把它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把它做出來 然後要符合社會的一個需求 那蔡老師以後呢 每週都會有固定的時間在館裡面 如果今天大家聽了課 或者是以後 對於這一個有什麼興趣的話 那其實也可以到館裡面來找蔡老師 好 那這樣子 我們現在就先把門關上了 最後的進來了之後 那現在我們就開始 用掌聲來歡迎 蔡老師跟她 跟大家分享 她十年在意大利 關於修復 她要講的事情是什麼 那我也剛剛忘了講 她是美國卡圈納台風 後 美國政府列出來 就是 國際上世界一百名修復師 去支援美國卡圈納台風之後 整個風災所受損的技術品 那蔡老師也是其中之一 那今天她拎著包包走過來 你們就說一定要有同事陪她 要不然她到時候走進來 人家會問她說 同學 到底知道路 看起來很年輕 所以這個大概是被大家質疑 為什麼她會在國際上面的修復 已經佔有一席之地 那我們現在先掌聲歡迎蔡老師 黃院長 各位美術館同仁 然後那個館長 然後還有各位同學 大家早安 那個我先說一件事情 前面搖滾區還有很多位置 大概幫我往前一點 就是票價比較貴 如果你想要看清楚一點 這個照片的話 因為畢竟我比較習慣 以這個圖片取勝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靠近一點看的話 可以過來 可以往前坐沒有關係 好 那我想修復啊 那是一段非常長的一個學習之旅 那並不是說我到現在成為了一位 專業的這個修復人員 然後成為了一位老師 成為了一位教授之後 你就不需要再學習了 那我想從歐洲回到台灣 這一段時間大概已經四年的時間 我相信我還是在繼續的 在跟這個社會 然後在跟這個台灣的環境 還有材料在做 很長時間的一個學習 可能會學習到我退休之後 那都還是要繼續的 不斷地要增進自己的一些知識 那我想 今天在做這個分享的時候 我也想了很多 我會覺得說 如果一開始切入這個主題 告訴大家說 我到底是什麼修復的 然後我用什麼樣的材料 什麼樣的工具 什麼樣的技法 我覺得是太像一個課程 可是呢 我想一想我現在這十多年來的這個 這個經歷 其實是修復這件事情 帶了我跑遍的這個 全世界 從台灣到了歐洲 然後到了美國 然後甚至到了中國 然後再回到台灣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一段歷程 所以我希望以一個 比較旅遊的方式 來分享給各位 大家知道因為 這是一個十年的故事 所以我們大概要花八個小時的時間 來做這場演講 所以大家準備好了嗎 我們時間不夠 好那我只能說在兩個小時之內 就是中餐之前要結束掉 所以大家等一下如果 可能 我不曉得會不會留到時間 給大家提問 但是我希望可以 因為這一段旅程 可能一開始就停不下來 好不好 好 那我想說的是 其實我在跟各位 尤其是學生 這些大學生 大概同年紀 可能18、19歲的時候 我就開始創作了 那我原本也以為 我會朝一位創作者 一位藝術家的這個身份 這樣走下去 可是在這個大學的最末端的 這個時間裡面發生了一些 應該不能說是趣事 可是這是一個改變我這個一生 比較挫敗一點的這個這個事情 我其實覺得我的目前為止看來 其實都是踏著這個錯誤在成長的一個一個人 就是說可能成功的這些天美果子大家都喜歡 可是我想這個錯誤給你的其他可能會是一輩子受用的 讓我們來看一下 我遇到什麼事情 然後還有 修復斯到底修什麼 到底要修什麼 要談到修復斯呢 我們第一個就必須知道 藝術品原來是會生病的東西 我在19歲的時候開始賣畫 那 這是我其中一幅畫作 大概 我不知道後面的螢幕能不能看得清楚 那 這些畫作 我的畫作大概就是 48歲開始的創作大概一面牆這麼大 然後一直到這個大學畢業可能做了 五六幅這麼大的這些畫作 然後包括幾十幅比這個再小一些的這些畫作 那 我想就是在讀美術器或在設計學院裡面 你們都希望去做一些大作品出來 可是 我這邊也要跟你們 給你們一些小小的裝備 就是 你最好期望你這些東西能夠賣出去 因為如果賣不出去怎麼辦 你就最好期望你的宿舍夠大 可以塞這些東西 那還好我當時候在住在東海 我是東海大學 所以我在那個大渡餐上面 你知道這個 這個幽遠北路比較靠北一點的地方 就山上的地方了 它有這個比較老的這種 你知道後天處 所以我剛好租到了這個又便宜又大 可是又破舊的這個這個套天處 所以我剛好有東西 有地方可以堆移這些東西 但是 這些東西基本上你賣不掉 你就是怎麼樣 氣泡糊包一包 學生嘛 大概有氣泡糊包起來就還不錯 而且各位 這個氣泡糊以後使用的時候 我們也 也告訴各位一下 那個氣泡要朝外 好不好 那個內部是平整的那一面 去對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藝術品或者是你要包裝的物件 那現在呢 有好一點的這個 叫做雙層的這個氣泡糊 各位 就是它兩邊都是平的 氣泡包在中間 如果你的藝術品 或者是你以後的收藏 是好一點的 或者你自己的畫作 你覺得是好一些的 那就買這個 稍微多花一點點錢 不然的話會怎麼樣 台灣這個 你只要雨季過去 你的方向是包錯的 你就會發現你的畫上面 一個圈一個圈 又一個圈 我是不希望你們常來找我 但是 但是 如果發生了那個問題 真的要請求布施 才有辦法 幫你們解決掉 因為最近你看雨季剛過對不對 暑假剛過 我就收到了非常多這樣子 需要整理的畫作 然後其實原因都很簡單 就是只有氣泡布包錯面 好不好 就是氣泡布包錯方向 這個真的 不能笑 因為 連專業的這個 某一些專業的這個 這個畫廊 都會發生這個問題 所以各位 這個要特別注意 好 那在這個大學 這個最末階段的時候 大四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 我是高雄人嘛 所以這個 我父親就從這個高雄 打一通電話 給我說 欸 這就是你的米娘 看看 包括 那個畫作 去檢查一下 我要把大卡車載下來 就是要從 要叫一個大卡車 把我的畫載下去 因為太多了 然後太大了這樣子 那我就想到說 那些畫作 放在那裡幾年了 那我們就去打開看一下 一打開 不得了 好不好 你知道就是 我看到的景象 我自己都傻掉 因為那時候 是學生 所以你看我那個 連這個外框啊 封布啊 甚至封紙啊 用的這些 複合媒體材料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實際上 它整個 因為在大陸上上面 過於潮濕 然後幾年下來 你沒有去觀察這個 氣泡風景 逆風的這個 這個 藝術品 發生了什麼樣的狀況 可以看到它下面 整個就是已經 木框的部分都水水了 然後上面這些 畫作本來 顏色是大概類似這個 這個狀態 然後整個就產生 很嚴重的這個脫色 那我不曉得這邊 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是什麼 大家是不是知道 這兩個點是什麼 這是台灣 在藝術品上面 最常發現的 最常發生的 這個病變 有這個東西就表示 你的藝術品 你的畫作已經開始生病了 其實是什麼 正在開心生長的霉菌 好不好 你可以看到它 很開心的樣子 我看得出來 因為它非常的養分 非常的足夠 它還在慢慢的長大 黴菌會有什麼傷害 就跟你的衣服 跟你的這些 其他的這些物件一樣 沾染上黴菌之後 它有可能就怎樣 它的表面被啃刺掉 然後黴菌 黴菌過世以後 黴菌死亡以後 它會嗜酸 OK 它會嗜酸 然後會把你的這些物件 再做更嚴重的這個破壞 所以 你知道因為我畫素 所以這個黴菌 找到那邊還蠻合適的 如果是裝置藝術的話 我想是可以留下來 但是 但是 那個時候我是大四 然後呢 是在十幾年前 快要二十年前 所以各位 剛剛梅林館有說 很年輕被誤會 我常常被誤會 對 沒關係 好 習慣 那總之呢 在十幾年前 快二十年前的時候 當我還是個大學生 要畢業的時候 我大概 沒有任何的資訊 可以去詢問 這邊 就是 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這個畫素 到底怎麼了 可是我還好 我當時候 指導教授 就是講訓講老師 對他 見諾世光 我就趕快跑去問答 老師老師老師 我的畫素怎麼了 我的畫素怎麼了 然後他就說 其實這個 這個 這個狀態就是基本上 你的畫素已經 開始出現病變 壞掉了 那對於這樣子的這個修復 要修這張畫素的這個專科 其實在 像 日本啊 歐洲啊 這種比較 古老的這些國家 其實早就已經有這種 專責機構 跟這個 學校 或者是學院 然後也已經在 整個制度上面 很完整 行之有年了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當然說 當然你有興趣 因為自己畫壞掉了 但是 因為 也就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基本上可以算是一個 錯誤發生 一個錯壞發生 而反而開始的 讓我去探修 關於修復這一個 專業的這個 這個領域 那 也因為這樣子 大概 我一畢業之後 直接去當兵 當兵那時候 男生要當兩年的時間 一年十個月 然後 我在這個 軍營裡面 基本上也花了很多時間 去找 找資料 當時候網路還是波階的 很慢 但是 就是盡量去找這些資訊 然後在 退伍之後 再工作的一年多 我才 往這個 意大利去 那 其實會選擇 意大利是因為 我本身 非常非常喜歡 文藝復興時期的 這些 這些物件 然後還包括這些 文藝復興時期的 這些畫家 然後標科家 給我很多 就是在 藝術的創作上面 很多啟發 那當然江老師也給我很多的這些 建議 所以最後我們選擇 往 飛冷翠 往飛冷翠去 各位 飛冷翠在哪裡 飛冷翠在意大利 飛冷翠在哪裡 今天呢 我們聽完這一場分享之後 我要跟各位講一下 千萬不要再問我說 老師那你有沒有去過 佛羅倫斯 好不好 因為 佛羅倫斯 就是飛冷翠 飛冷翠 就是佛羅倫斯 但是百年前 這詩人 許志摩 給了他一個非常非常非常 切合 又非常這個標準的一個 音異名 為什麼 因為在 義大利文裡面 佛羅倫斯這個城市 他叫做 飛冷翠 他叫做 飛冷翠 所以呢 詩人基本上因為看到了這個城市 就是 想看一下 如花般的美景 然後再配上一條 貫穿東西 然後還是 在歐洲不能算是乾淨 因為綠色的河流也很乾淨 但是很像這個北翠一般 就是貫穿這個城市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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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 這樣子的美景 他給的這個城市 飛冷翠三個字 飛冷翠三個字 OK 所以我覺得 等一下 大概在分享這個過程裡面 我大概都會講 是飛冷翠 結束的時候 如果有時間八萬圈 因為我不要問我說 那老師你有沒有去過佛羅倫斯 好吧 佛羅倫斯是他的音譯名 我們看一下那個地圖上面 他就在這個比較 意大利中間偏陪 這個長得像靴子一樣的地方 就是意大利 然後地圖上 他是寫 Gelenze 有看到這個地方 OK 他就是文藝復興的這個 花園地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那為什麼 肥冷翠這個地方 會是我選擇的城市 其實 我的這個 修復的大概前 五年的這個歷程 就是開始 包括學習 然後當學徒 然後開始 找到工作 大概這前五年的這個這個歷程 其實都跟 兩港水災 有很大的關聯 第一場大水災 是在1966年的時候 他就發生在哪裡 他就發生在這個文藝附近之都 肥冷翠 那這個 我剛剛給你們看到那一條 翠綠色 像肥翠一樣 這條大河 他就是Fumano 他就是雅諾河 雅諾河的河水 大概每個世紀都會氾濫 所以實際上 他從好幾百年前 就已經開始 一直治水 一直治水 一直到1844年的 那一次氾濫 就是19世紀這一次 發生了一次很大的氾濫之後 所以當局大家 就覺得說 已經控制住了 但沒想到1966年的 11月4號的時候 當天晚上 降雨量 是他整年的 平均降雨量 直接落下來到這個水 在這個河道裡面 所以河道整個暴漲出來 從聖十字教堂 聖十字教堂 叫Santa Croce 在這個 義大利文裡面 他就是埋葬這個 蛋丁啊 埋葬這個 小坡啊 或者是埋葬明開朗基羅的 這個 主要的這個 墓地教堂 就是他主要就是 裡面有非常多 這個聖人啊 或者是這些 文藝復興前後期 專才100多位的這個 墓地 就在這個 這個教堂裡面 所以你可以知道 這間教堂也是一個 已經算是一個 中大型的博物館 但是當時候 整個河水 泛濫出來之後 就像這個狀態 一樣 整個城市被淹沒了好幾天 所以當你們如果有機會到 在這個城市去觀光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有些 房屋上的石牌 還會寫 就是這個水 就基本上淹到了這個高度 大概一半都維持在六公尺左右的高度 你可以想像 大水退去之後的幾天 剩下什麼 剩下淤泥一片 就是黃泥一片 就是帶上了 把它整個河道裡面的淤泥 全部帶了上來 我們在2004年的時候 進入這個修復學院 進入修復學院的時候 大概到了2006年 2006年的時候 我們都還收到一梯又一梯 就是有些是畫作啊 也有些是雕像 也有些是畫框等等的 送來 你只要摸到那個畫框上面 它粗粗的一撥下來 就會有那個 像細粉這樣掉下來 這個黃黑色的東西的時候 這一批東西 它上面就是充滿了什麼 義大利文叫飯狗 飯狗就是這個尾巴爛泥的意思 所以基本上 像這樣子的東西 幾十年來 都還一直在修復 就不完 因為那一場大水災 讓整個城市 所有的藝術品 文藝附近 就是文藝附近這些瑰寶 全部 全部都受到很嚴重的傷害 所以在1966年到1976年 這十年之間 北冷添緊急成立了非常多的修復中心 包括現在最有名的這個 Photesata Bus 就是我們講 滴滴城堡 聽起來很酷 滴滴城堡裡面 其實就是放了 最重要的這個修復中心 所以你們如果在 北冷添如果有機會去看 我們可能會看一些Polymoda 就是這個 可能設計師會知道的 這個在北冷添有這個設計大展 就是這個服裝的設計展 其實會在 會在這個 會在這個 滴滴城堡去辦 那滴滴城堡的另外一邊 裡面就是這個修復中心 那然後在當時候 北冷添也有這個 飲食修復學院 那裡面的 WUGO PROPERCHINI 就當時候的這個院長 其實就挑出來 擔任指揮官 完成了第一個十年的這個修復計畫 當然這個修復計畫 基本上是修復了某一些 一級品 就是例如說 我今天跟館長兩個都是 當時候的修復師 我們可能都只有兒子出頭 可是我們可能每天在談論的是 欸 你昨天修復的那張拉肥有如何 或者說 我昨天修復那張達文基有點問題 之類的 就是說 你手上的東西就是只有這些一級品 你沒有辦法再碰到一些比較差的東西 因為 當時候所有這些的一級品 都必須要緊急的修復 那在我們這個修復學院裡面 就當我可能四十年之後才去這個修復學院 開始就讀 我當時候遇到的這個幾個教授 就是學校裡面一定會有幾位 你看看起來就是已經 你不是應該在台灣就已經要退休 可能七十幾歲八十幾歲教授 怎麼還一直在這個學院裡面呆著 不是因為他們不想退 是因為 學校不讓他們退 因為他們是什麼 他們就是這一批 1966年這個第一批這個當時候 剛起來 剛訓練起來這批年輕人 後來在各個全世界各個修復學院裡面 都擔任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藥質 那我們學院裡面有一位叫Gastone 我從2005年的時候開始跟著他 然後一直到2006年畢業 然後2007年的時候 反正開始在義大利有工作了 然後一直到2010年 然後一直到最近甚至回去找他的時候 我以前的同學他跟我說 你知道Gastone現在還在學校教授 他已經八十歲了 我說他不是從我們男一年開始就喊著要 退休了嗎 對 因為他連我們期中考來 他都已經說 好 這是我最後一次扶得期中考 所以大家開心一點 他就從他的酒莊 十一月的時候 十一月的時候我們要期末考 十一月的時候期末考 那酒莊帶了 意大利的那個油 你知道那個橄欖油是十一月出來 橄欖油是十一月出來 所以他就帶了那個最新鮮的那個油 然後帶到教室來 然後我們在考試在旁邊烤麵包 好 就烤那個 就是那個鹹麵包 然後在那邊烤麵包 然後搬了那個十公升的酒來 就放著 然後我們搬那個八個人在考試 他烤完麵包走出去前 說了一句說 這個酒如果沒有喝完 考試就沒有結束 然後他就走了 因為他就覺得反正是他最後一年 他要這樣子 他要這樣考試 所以那個很有趣 可是我過了十年 快十年了吧 現在2015了 我今年五月還要回去 他還在那裡 他沒有辦法退休 所以你知道這樣子的人的這個經驗 對於一個修復學院來說 有多重要 他走進這個帕拉丑屁體 我相信這邊很多老師 我也是學生應該都有去過 非得你除了看規制美術館之外 你一定要去帕拉丑屁體 屁體公去看 他走進屁體公的時候 這裡門票怎麼都不需要 然後這比較老的門房 都認識他是誰 他走進去的時候 他就要說 我要看看我的提箱在哪裡 就是他的提箱 你懂嗎 就是這個文藝福星 北方文藝福星大畫家 或是他的卡拉丑 卡拉丑有一張畫 那個小天使 睡著了 然後被批評說 那個小天使身體太大了 已經不是那個小天使的年紀 那一張也是他修的 所以就是他走遍的這個 美術館裡面 基本上幾張重要的東西 都是他的 或者是他這一批 童年裡面修復師 修出來的 各位 其實如果要講這個 修復這件事情 其實可以講到什麼 大概 一千年前 兩千年前 這個愛屋西屋 就是這個西元前 愛屋西屋的君主 他其實尤其是從一個西方來的一個專業 他可能在這個很早期的時候 他工程掠馳 然後進入了一個很美麗的城堡之後 他其實不像 比較不像東方這邊 大部分 是燒掉毀掉的一個方式 他其實是怎樣 他可能看到一個很羞重威武的雕刻 他就會找他的使將來說 來來來來看一下 幫我把那個臉打掉 把那個臉看起來不舒服 把他改成我的臉 你知道嗎 意思就是說 這只是其中一個案例就是說 他們其實基本上會是去欣賞這個東西的 然後之後想辦法把它保存下來 當然會做到一些點子 這個是最早的 開始有這個類似修復的這個觀念 維護這個觀念 然後開始慢慢傳下來 大家可能很難想像 我們聽這個修復好像是多古老的一個行業 他可能真正開始出現聲音 18、19世紀的時候 開始工業革命 然後美術館出現 那之後真正成立的這個專業的學科 理論出現 已經到什麼時候了 1963年才出現的第一本 完整的修復理論 學長在Brandi就是這個 羅馬中央修復學院 現在叫做高等修復 高等修復院的這個 當時候的院長 他以他大概二十幾年的這個資歷 二十幾年的這個 這個所有的這些經歷 寫成了這個論文 寫成論文 然後從藝術性 從這個歷史性 然後再從真實性 等等的方向去做 這樣子的撰寫 其實是非常非常深入的 那即使過了這個四五十年 我們現在在看 這樣子的一本論文 實際上 可能有一些方法在改變 但是實際上 精神觀念 還有主要的這些主軸上面 其實是 還是繼續要 需要被產世 被認識的 OK 那在這個修復的領域裡面 其實實際上 我負責的 就是專責在油化修復的部分 修復啊 它其實 修復師的這個不同 它其實是以材質 以媒材來區分 以媒材來區分 所以你不可能就是說 尤其如果家裡有收藏的 我也要跟各位說一下 一千萬 可以買東西 買你家的這些收藏 拿去給一個 告訴你說 我什麼都會修的修復師 好不好 你拿給那種修復師 就只會得到一個結果 就是你的東西 你全部都被修壞掉 因為 修復這個部分 就是 它是一個很大的 一開始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觀念啊 一個態度的養成 一個concept 但是當你開始真正要進入 某一個專業選擇 某一個媒材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一輩子的事情 不可能有理論 儀器材料要學習 然後你必須不斷地精進自己 就像我剛剛說過的就是 我們必須要不斷不斷地在學習 就是因為 每個世代會有每個世代 不同的一些觀念 還有解決的方法 所以我們看一下就是說 我在那個地方 到底體驗到了一些什麼 因為 我會覺得其實這個 這個這個 我覺得可能那個學歷上 等等 剛剛提到 就可能可以質疑什麼 就是因為我在回到台灣之後 其實我已經 演講了四年了 然後講過武術場 那我很少去提到 我的學校是誰 哪裡 然後我的老師是誰 我的教授又是誰 其實我很少去提到這些 因為我覺得 這座城市 才是真正教我修復的人 這座城市才是真正教我修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回去看YouTube 我大概都是說這句話 因為我真的覺得就是在 這座城市裡面 它一個城市裡面有很多很多居民 活在那邊 那有士農工商啊 幹部走足的啊 或者是有很多的政治家政客啊 什麼等等的 他們雖然每天都各自其自 但當他們討論到這個城市的時候 對於這個城市只有一個想望 你們覺得是什麼 他們其實就希望這座城市 能夠停留在300到500年前的樣子 各位 當所有的居民 當甚至所有全世界這些 關注這個城市的這些人 還有遊客 他們的想望都是只有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知道這個城市 它真的能夠被保留在之前的那個狀態 但是那要花多少的時間 人力跟經費 我慢慢看下去 所以我其實今天很想要講的東西 其實不是修復這件事 我本來比較想要講 生活跟文化這件事情 當修復它是一個拉開 跟你們生活完全無關的這個專業的時候 我想這個聽起來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一些感動或感觸 但是當你發現 連在台灣 你的生活之中 都必須無時無刻 充滿著修復跟維護 還有這些文化的保存 是跟你息息相關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分享 才會真的發生一些有用的事 好 我們看一下 這個城市呢 它其實基本上就是如花般美麗 不過我這張照片 我記得那個2005還是2006的時候 那時候這張相機畫素大概還沒 牆可以到400萬 意思就是這台傻瓜相機的等級 但是你只要每天下午4點半左右 然後有陽光的這個氣候 不管春夏秋冬 你到了這個山邊 一個叫做米太朗基羅廣廠 就是有這個第三針這個大圍像 是斑桶的這個大圍像的廣場 斜45度 就要往城市拍下去 這樣你的手標抖得太厲害 都可以拍出這個 像這個日曆的這個 這個月曆的美景 OK這座城市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一切 眼睛看到的一切 就跟500年前達文西看到的一樣 跟450年前 米太朗基羅看到的一樣 其實都一樣 而且這座城市呢 我每年回去 就是即使我已經離開它 但是我每年都還是回去 會回去找師傅 OK在做學習 每年回去你會發現怎樣 這座城市越活越回去 所以這一件事情 在我心裡面 讓我對何謂現代化 何謂進步 有了打上很大的問號 打上很大的問號 OK 那我們等一下慢慢看下去 這個是什麼 到這個 Valentine一定要去的地方 是哪裡 一定要去看他的主教堂 對不對 在義大利語裡面叫做 Dormo Dormo di Firenze 就是Valentine的這個主教堂 它又有一個名字叫做什麼 聖母百花大教堂 因為它的外觀啊 以各式各樣就是高貴 然後精緻又美麗的這個大理石 去裝點起來 就像一朵盛開 在文藝復興時期盛開的花 那但是很多的這個 藝術史上面可能搞不太清楚 真正文藝復興建築的爛傷 就是建築的這個開始 不是指這座教堂 不是這座教堂 而是這座教堂的某一個部分 哪裡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裡 大帽子 好不好叫Cafe OK就是它的什麼 原頂 這個雙蓋的原頂 才是文藝復興時期建築的開始 這個文藝復興建築的開始 是一位叫做Brennesky 布努內列斯基的這位建築師 順道提一下他 他也是一位從這個 臭敗中爬起來 然後被人家看成是天殘的 為什麼 其實Brennesky在早期的時候 他最想要成為一位偉大的祝童師 所以在這個主教堂對面 有一間這個Basistelo 這個洗禮堂 洗禮堂的東門 我們去看一下 他其實是什麼 被譽為黃金之門 Brennesky在最後的禁途 各位五百年前就有禁途 好不好 所以大家不要逃避競爭 你以後做設計的也要跟人家禁途 這是應該的 因為五百年前他就是這樣競爭出來 他遇到羅倫多吉貝提 當時候最厲害 也是最有權威的這個祝童大師 在最後一塊評比的時候 因為他們要做那個 石塊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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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禮堂上面這些銅牌 很漂亮的銅牌 那當時候他以這個 以撒線以班記作為這個 就是正經故事裡面 以撒線以班記作為什麼 作為比賽的這個 這個題目 結果Brennesky的那塊牌 明顯的輸給了 羅倫多吉貝提 所以他從這一場大戰中 敗下來 那這個這個這個大戰中 最後你的禁途 就是他這兩塊這個銅牌 到現在都還留著 放在哪裡 放在這間主教堂後面 有一個主教堂美術館 大家如果有興趣 一定要去看一下 五百年前的大戰 那這一位建築師輸掉以後 他開 可是因為他還是有其他的才華 他繼續在做建築 所以在過了幾年之後 他怎麼樣 將這個圓頂蓋得出來 將這個圓頂蓋得出來 成了什麼 文藝復興時期建築的開始 他成了文藝復興時期建築 最偉大的一位建築師 那但是可能很少人就會去提到 他年輕的時候 其實輸掉了一個這麼大的比賽 羅倫多吉貝提花了二十年的時間 才把那一盞門做完 才把那一盾門做完 所以當時候的這些偉大的 不管是雕刻家 鑄銅師 建築師等等 都是花了畢生的精力 再把一件事情做好 所以我覺得這些 這些人在這個城市裡面留下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在這些東西上面 再看到他們之中的這些精神 我覺得那個是真正可以學習到的 學習到的部分 那在這個圓頂教堂上面 我們剛剛就說 我們今天演講大概八個小時左右 這個圓頂我們大概可以講六個小時 好的課程 大家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不知道為什麼可以講這麼多 各位 這個圓頂我們剛剛講的 下面這個地方 下面這個地方 我可以跟大家講 主教堂這個座 座 座身的這個部分 一個叫做 阿納佛斯幹表的這個 這個建築師做的 所以千萬大家不要搞混喔 說文藝復興建築 開始這個 是我們表達大小堂 錯 文藝復興建築 開始就是在講這個圓頂而已 圓頂才是開始 下面的這個建築本體 教堂本體是另外一個建築師蓋的 所以你們在這個 他的這個 北側 會有兩尊雕像 這個教堂北側 你們像自己有機會去往 注意一下 有兩個建築師 坐在一起 一個長得很帥 直視這間教堂 就是在看著這個教堂本體 這個就是阿納佛 就是另外一位建築師 因為長得非常醜的 然後看 抬頭看著這個圓頂 你可以看得到 他就是布瑞德斯基 他就是布瑞德斯基 所以這個其實 基本上這段歷史 是被布瑞德斯人 就是被Ferenture人 是完全的是 非常非常重視在講的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教堂 到底有什麼 這個圓頂到底有什麼好講 除了它建築工法 我們可以再請 這些專家學者 來再開好幾堂課以外 我讓各位看一下 可能常常被忽略的東西 因為 我們等一下會稍微 也會套到一下 台灣現在的這些狀況 各位看一下 這五百塊大教堂 是不是就是旁邊 有非常多這些 這些漂亮的大理石 把他怎麼樣 coding起來 保護起來 大理石的作用 除了裝飾以外 就是我剛剛說的什麼 它有保護的作用 它保護裡面這些什麼 石灰 灰泥 灰壁 可以怎麼樣 不受這些外在的風啊 雨啊 或者是陽光啊 等等的侵害 可是各位 大帽子跟教堂 中間這裡有個很是在 我們叫什麼 古區 他們就是打鼓的鼓 叫鼓 鼓聲的部分 就是這個專業的名詞 鼓聲這個部分 你們看到了什麼 裸露的這個地體 對不對 很像水 就是它其實基本上 它叫做混合大泥塊 在這個文藝福音士氣的時候 它的這個這個這個 專業的名詞 可是它基本上 就有點類似 我們現在的Compred 有點像我們 類似我們的水域 那各位 近來這些這些 天后的這些變化 然後好幾年來 這樣子的變化 它其實 基本上很多 也有很多的專語 其實會對這個地方 怎樣 造成一定的侵害 意思也就是說 如果讓它繼續裸露著 如果讓它繼續裸露 這個地方是不是特別容易 會被破壞掉 因為這個氣候變遷的因素 可是為什麼 你說 老師你說 肥冷村這麼會修復 然後這麼會保存古蹟 為什麼這個地方 讓它裸露在那邊 各位 你們可以 今天聽完這個分享的時候 可以上網查一下 這個部分原本是誰來負責的 一位 脾氣很差 喜歡找人麻煩 可是又會寫詩 也會寫歌 很愛寫信 然後製造了全世界最有名的大會 那一位是誰 不要跟我說羅丹喔 是誰 米開朗基羅 為什麼這個地方 跟米開朗基羅 會有關係 各位知道米開朗基羅嗎 做出這個大衛像的這一位 我們等一下看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講到 米開朗基羅其實當時候 接受的這一個 我們講很世代的這個委託案 可是因為他人在羅馬 他又非常的忙 然後他也不想再跑來 非得不在這裡 受氣 因為他跟這個 劉娜德 就是我們說達文西在這裡 有一段恩怨的故事在這裡 所以呢 基本上 後來沒有完成 各位 這個500年前的這個 委託案 沒有完成 你想想 我們就想想 如果這個現在是在台灣的這個狀態 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的一個故事 如果沒有做完的話 會不會被放上那個 LED燈 跑馬燈之類的 然後就變成 誰愛誰啊 然後生日快樂這樣跑 因為我們物盡其用 對古蹟的完整度不尊重 而且你會想說 我們就把它coding住了 義大利人怎麼做 他們寧願花更多的時間 經費在這個地方 把它保存下來 留下來以後 當你以後 牽著你的兒子 或帶著你的孫子 去看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可以告訴他 米開朗基羅 跟這間教堂的關係 這個故事不會斷掉 幾百年來就這樣流傳下來 所以基本上 他們是以這樣子的心情 在看待自己的文化 還有自己的生活 他們很怕哪一天 走去那邊 怎麼有一道這個 療癒機牆 或電視牆 在那邊播放一些 奇奇怪怪的訊息 然後把這個真正重要的歷史 給遮蔽住了 所以我想 光這一個 原理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討論到太多 現行文化資產 或者是這些 古蹟被破壞的一些問題 我想 光這個地方 光這個地方 就非常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當然包括這個 上面有燈籠塔 還有這個金球 其實都跟阿文心等等的 這些藝術家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關係 我想我們如果再講下去 可能沒辦法 求婦的事情 OK 各位 那我們看一下 剛剛看到這個 文藝復興這個 大圓頂 既對稱又和諧又穩重 可是各位有沒有看到 咦 我們怎麼讓各位 突然看到一個這樣 很斜面很豎靜的 然後還有一些 這個結合造型的 這個 有點蠻近代的 這個 教堂 各位能不能想像 這是跟圓頂 同一個建築師 布倫斯基所建造出來 而且中間大概只差兩三年的時間 他建造的東西 到時候的建築師 你要說他是天才 他真的是天才 而且他的手法變幻莫測 手法變幻莫測 這間教堂 我就建議各位 如果到時候有去 非冷翠旅行 都一定要去這個地方 因為他其實是 每一個教區都有一間教堂 那這個教區叫做 Santo Spirit 就是聖靈教堂 靈是靈魂的靈 各位如果你們想要 還要再嘗試 真的 真的能夠嘗試 真的能夠嘗試 或者是感受到 非冷翠人 當地人的這個生活 習性 還有他們吃的東西 還有他們在做的 每天日常的這些活動的地點 其實在聖靈教堂 你可以感受非常深 因為這個地方基本上 沒有太多的觀光客會來 那有重要的足球賽的時候 他就會在教堂前面掛 像我們那個文字電影院一樣 會把那個布幕掛起來 然後就現場live直播這個足球賽 然後整個廣場上全部都會是人 所以就是基本上 就是一個義大利很長命生活的地方 那為什麼會特別 對這個地方有這個感情 或是我要介紹呢 因為 我在這個 義大利做這個 在當學生的時候 其實我在 大概第二第三個禮拜 我就發現 學校的這個 學院的這個速度 好像不是那麼 跟我不是那麼合拍 就是因為 你知道我們已經 當完畢 然後又工作了一兩年 已經二十五六歲了 然後又學了語言 學了大概七八個月 然後之後再進入這個 這個這個學院的時候 基本上你已經二十六七歲了 那學院裡面 基本上你跟著 可能七八個同學一起 然後有教授 老師 當然課程很多元化 然後你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但是 你一天可能三四堂課 五六個小時在那邊 然後一個學期 可能你到時候 東西 可能七八個人 修一張話 最後沒修完 然後老師可能幫你把它解決掉了 就是基本上那樣子 接受我覺得 太 不緊湊 所以 我每天 在這個走路 那時候還剛到義大利 腳踏車都買不起 然後就是想說 就用走路的 每天大概走二十五分鐘 從住的地方 走到這個學院 我就在看說 因為我走過的路旁邊 怎麼都有很多很像那個 小工房的這個地方 然後我就每天都在想說 為什麼那個機會就是 進到工房裡面 然後從學徒開始做起 從學徒開始做起 當然 其實就是像我想到 要去學修復這件事情一樣 就是我是一個執行力很強的人 就是我不太會去看夢想 就是我如果想到什麼 我就會想要去嘗試 然後把它做出來 那 我那時候就開始跟 學校裡面的 學務長 教務長 然後就開始做這個討論 就是說 我能不能就是 在這個 因為他那個學院裡面 有規定的這個時間 就是你 你沒有達到這個時間 你不能來考試 那重要課程 你也一定要修 那我就想說 我重要課程一定來修 時速達到 然後我考試一定會來考 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我能不能去當學徒 你知道義大利人很囉嗦 就要一直跟他講 一直講講 溝通很久以後 那當然說 他也覺得說 反正你有這個想法 那你就去吧 那 我那時候就覺得 很高興 就是學校可以讓我這樣做 那 我可能也是第一個在這邊 這樣子 這樣子去跟我們溝通成功的 但是你知道 當你一步 突然出去 學校門口的時候 你同時丟掉了一個很重的包袱 但是實際上 你當一個學生的那個保護照 也就消失掉了 再來踏出去 你就要靠你自己 你就要靠你自己 那怎麼辦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啊 因為台灣早期 不是學生都會去做那個 派包的這個 這個打工的工作 所以我就想到 那我幹嘛不回去自己 用當時候還沒有很流利的 義大利文 打個履歷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街場發 那我想到以後我就去做 我就印了一大疊這個履歷 我就到街場去發 然後我只要看到像工坊 我就進去 可是你們知道那個進去 那個需要很大的膽子 因為我那時候是完全沒有想到 要進去 大概進去時間 大概八星人是把你轟出來 為什麼 他會想說你進來幹嘛 然後他們最常問的問題是 你哪裡來的 你哪裡來的 你光要介紹你從哪裡來的 就很麻煩 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都沒聽過台灣在哪裡 然後呢 你講到最後台灣的時候 他會說是太國人 看起來又沒那麼黑 所以呢 你知道我搞不清楚狀況 而且他最後會說 如果你不是日本人 我們真的不太需要你 各位 日本人是一個什麼 包括在廚房啊 皮鞋工房啊 修復工房裡面 基本上你都看得到 日本學徒的影子 因為對他們來講 日本就是什麼 丁金啊 就是最頂鎮的這樣子 這樣子的一個 至少亞洲人種 而且 各位如果未來 有到這個歐洲的餐廳裡面 請你如果那個廚房是 飯開放式的心 你探頭看一下 有沒有日本廚師在裡面 尤其是這個 義大利餐廳 拜託各位一定要看一下 為什麼 當有足球賽 尤其是這個 世界杯足球 歐洲杯足球賽的時候 你大概吃不到 什麼正常的食物 不是鹽巴蝦太多 就是太甜 不然就是太水 或是麵條 沒有彈牙 如果有一位日本廚師在的話 他就會幫你把這些東西 都控制得好好的 如果當成只有義大利的廚師在裡面 那個球技裡面 甚至那 Camelier就是這個 這個 Waiter 他都不太理你 因為我在那個 拿破裏裡面 是南方 那時候剛好 六月的時候 是 那時候是世界 對 世界杯出賽的時候 那一年我剛好遇到世界杯 就是義大利奪冠那一年 然後我在拿破裏的時候 我就看到 那個 Waiter我坐在後面 他就一直屁股朝著我 然後頭這樣一直排著 他電視放在那邊 他就一直在看比賽 我跟他說 Scusa 我跟他說Excuse me 的意思 他就這樣 等一下 他說等一下 那個在踢 好不好 義大利在進攻 然後等到義大利一支球 他就這樣 很氣餒 所以他在問我說 你知道什麼 然後看到義大利超高球 馬上又看著 等一下 就是基本上就是這個狀態 所以你大概吃不到什麼 太正常的東西 我老說的就是 在義大利的眼中 亞洲人只有一種 那就是日本人 可以用的就是一種 就是有日本人 所以那個時候找那個工作 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找了好久以後 然後才真的找到一位 好像聽我說話的這個師傅 然後他就叫我回去說 看完我的這些履歷 然後像我剛給你看這些畫作啊 什麼等等 還有我在可能在國內 出國前有做了一些類似相關的這些打工的這些工作 修復相關打工的工作之後 他就說好你回去等兩個禮拜 那義大利人齁 如果跟你講 兩個禮拜或兩個月是一樣的事情 好不好 記得要打電話跟他聯合我一下 好不好 因為他們沒有什麼 太準確的這個時間觀念 不過我這個師傅還好 大概是第十天 第十幾天的時候 打電話給我 他跟我說 Leo 我決定要用你 我決定要用你 OK 我那時候非常非常非常開心 那在那個之後 我就來到這個聖靈教堂 後面的這個鐘塔 下面的一個小閣樓 開始了我這個學徒生涯 從學徒開始當起 那我這位第一位師傅 他叫Andrea 他當時候剛離開他的師傅 他跟著他師傅十年 他師傅叫炮樓 就等於是我的 應該才說 才走 那基本上就是 他是一個太平 這芬人翠是有名的老修徒師 即將退休 即將退休 因為他後來修的花座 我去過他的別墅幾次 別墅 他說修非常龜的花座 然後再已經搬到山上去 所以他把他年輕時候 起家的這個小閣樓 借給了這個Andrea 去做Andrea起家的這個 等於是修徒工房 那我成為Andrea第一個 第一個小學徒這樣子 那也就一對一個 就我師傅 跟我兩個人 在那裡開始的工作情形 但是呢 其實這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其實我對這間教堂 開始有了很多的認識 因為就是你中午吃飯 你會不會想說 離開這個工作室 你就會跑來這邊 大概就坐在這個階梯這裡 然後就吃吃這個 哈利尼啊 一面包啊等等的 那有一天呢 我就看到這個 教堂這個門打開 我就不能再坐在這個階梯 因為這邊都有人守著 而且這邊守著的人都是穿的 嘛 意大利大概這個 文藝不經時期啊 或者是這個 前後期這種 古 就是古代的這個服裝 古著就對了 然後我就在那邊 翹羅達很像台灣的廟會 然後我就看著他們 我就看著他們 很遠的這個 走了一個 就parade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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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遊行隊伍 然後就抬著這個 一個十字架 所以呢 就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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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從這個大門 因為大門很少會開 大門大概基本上 跟台灣很類似 大門大概大門很類似 由於這個大門如果真的是 有事情的時候 才會啥開這樣子 不然一般都是從旁門 側門這邊進去 進到教堂進去 正門這個實力 從正門進去 然後 browse欸 這個盛氣室 我就想說 什麼樣的十字架需要這個 這麼大陣仗在歡迎 結果我就跟進去看了以後 我看到了一個這個十字架 各位 這好像是一個 就是文藝兵早期 然後可能就是這個 哥德啊 然後剛轉過來 這種瘦瘦細細的這種 這種耶穌基督的這個 一個釘形的 一個十字架釘形的 Crociutica Sione這個 我們在義大利文裡面 就是叫做一個釘形圖的 一個一個十字架的耶穌 你看起來就這樣 細細瘦瘦 你實在看不出來是誰的 可是 當我就是去看 找那個名牌的時候 我一看 上面寫 米開朗基羅 各位這個是米開朗基羅 米開朗基羅 就是我們知道的那位米開朗基羅 也就是 雕這一尊 這個大迴響 這個肌肉噴發的這個 米開朗基羅的時候 我沒辦法銜接起來 各位 這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格 的東西 所以你知道 當時我以為 是不是他們弄錯了 意大利人自己還把米開朗基羅 弄錯了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 這的確是米開朗基羅做的 而且是米開朗基羅 非常年輕的時候做的 他十七歲的時候 也有可能是他 唯一一尊傳世 就是從古代到現在 從米開朗基羅到現在 唯一一尊 他木雕的作品 他木雕的作品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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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貴 那也因為這樣子開啟了 我重新對米開朗基羅認識 因為以前認識都是在 台灣的這個書本 課本 然後這些書籍上面 或者是課堂上面 稍微獲取一些知識 那我想在這個 醫術的這個課程裡面 未來如果有機會 我也希望大家 不要只是很局限的知道 這個文藝復興三節而已 那其實我在 有時候在某些會場場合 也遇到 有些學生可以回答出 四個 四個這個 就是超過三位這個 這個文藝復興三節的人 可能就多一位多納泰羅 那原因就是因為 他有看忍者歸 所以他就大概知道 除了拉菲爾米開朗基羅 還有一個多納泰羅 可是實際上不是這樣的 文藝復興時期呢 我們講這個三節 其實實際上 他也是在文藝復興開始之後 一百多年的時間 所以他們其實是 站在巨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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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講兩個小時的巨人的肩膀上 然後把這個文藝復興的高峰 帶起來 那自從他們雨落之後 文藝復興也慢慢的 可能慢慢的比較視為 但是他並沒有消失掉 那只是可能被這個 Marenismo就是這個 教室主義 然後後來這個巴陸克時期 這個比較大的浪潮 慢慢掩蓋掉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在文藝復興大概盛起的時候 可是還有這樣子的這個雕刻 很奇怪 而且又是出自米開朗基羅之手 為什麼 其實米開朗基羅當時在17歲的時候 被送到哪裡 聖馬格花園 其實在這個 上羅倫州就是這個 在羅倫 就是羅倫州 就是美利奇家族的羅倫州 管轄之下 其實大概從11、12歲 這些小孩開始被發現天賦以後 開始被訓練 大概當他們快成熟了 16、17歲的時候 會有著像形態一樣的 去挖掘這些 包括雕刻家 畫家 珠寶石等等 這些年輕的小朋友 17歲 就被帶到哪裡 專業 就是這個 有點像我們的職業訓練所 就是這個叫做聖馬格花園的地方 由美利奇家族 就是在這個 文藝復興 就是 就是菲林翠這一塊土地管理的 這個最大的 這個統治的最大的家族 他的這個聖馬格花園 能開始被怎樣 做更專業的交道 當時候的 米開朗基羅 是受到了 多納泰羅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這個 文藝復興 初期的 早期的這個雕刻大師 他的弟子的交道 所以 米開朗基羅其實基本上 當時候 16、17歲的時候 模仿了很多多納泰羅的東西 模仿很多多納泰羅的東西 可是這尊東西 其實我要說 比較像米開朗基羅 自己的東西 為什麼 你們想說 老師不對啊 你看他這個大概 29歲 30歲的時候 做的這個大衛像 雄壯威武的 那個 之前的那一個 你剛剛說的這個 在聖靈教堂裡面 這個私家的東西 怎麼會像他的東西 這是不是全世界 最有名的大衛 對不對 全世界最有名的大衛 沒有人再比他更有名了吧 對不對 那這個大衛像 基本上 在菲仁翠有三尊 有三尊 那真正的大衛像在哪裡 在學院美術館裡面 在學院美術館 就是這個菲仁翠的 藝術學院 他自己有一間美術館 在這個美術館裡面 就有一尊大衛像 立在那個地方 如果你沒有興趣 可以過去看 如果 不想花那個錢 各位 我可以告訴你們 最好的A貨在哪裡 最好最好的A貨 也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就在這個市政廳廣場前面 那一尊大衛像 好不好 那是全世界最好的一個複製品 最好的複製品 那他是為了代替1870年的時候 他們發現大衛像在外面 那個吹風淋雨已經大概幾百年了 他們覺得也不行了 不能再讓它被破壞了 然後當時候氣候一開始有些變化 工藝革命的時候 所以他們把這個大衛像怎麼樣 移到了 學院美術館裡 在那邊 就雕了一尊 一模一樣 而且那個真的也是用完整的大理石 把它雕出來的 大衛像 非常非常非常接近 第三個大衛像 就是在我剛剛拍照 那個跟你們說 那個米卡拉圖的廣場上 可是它是一尊什麼 鑄銅的 它是一個翻銅的 翻銅像 可是大概在19世紀末以後 就不准再以這個什麼 原件去翻 去做翻照 去做翻照 所以 上一次 台灣有來過一次 這個米卡拉圖展 對不對 然後有一尊大衛像 那個大衛像 可能已經是最後一尊 是以這個 它這個原作去翻 去翻模的 然後這位義大利大師 在翻模後不久 就過世 九十幾歲 年紀過世了 所以那一尊大衛像 應該是 應該是最 你真的一尊石膏像 這尊石膏像 其實它也非常大 它也非常大 OK 好 待會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 當時候去 跟它借管的時候 我們進去裡面拍的 然後這尊是真的大衛像 大概一個小時 它就是跟你收 兩千歐 各位 所以 各位 如果你在 你的文化之中 你自己的藝術品之中 有能夠 世界化的 有能夠 有國際款的 這樣子的部分 就是在國外 你是在看不到 這樣子的東西的時候 文化 都是你們的 都是我們自己的資源 文化都是資源 文化都是資產 我想這個地方 就做了一個印證 我只是帶了一台相機 帶了一個team 大概兩三個人 進去 而且它規定你 早上七點的時候 你一定要進去 因為它八點以後 要怎樣 開始賣票了 好不好 不要讓你干擾到這些 觀光客 所以呢 基本上 你只有一個小時時間 兩千歐 你不能拍不了什麼東西 可是實際上 它就是這樣子 那你要不要 一定要 然後就是它 就幫你裡面進空 然後讓你 讓你盡情的這樣拍 所以那個時候 就剛好跟著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團隊裡面一起進去的 好 那各位 米卡拉圖在這個 很早起的時候 它有一些 比較有名的一些雕刻 這個 這個部分 我都很喜歡 跟年輕的 同學們聊聊這個部分 他在二十三歲的時候 也就是 沒錯 這邊如果有大四人 有沒有大四的同學 還沒有 好 沒關係 大四的同學 你在剛 就是米卡拉圖等於在你剛畢業 在一年之間 他雕刻了這一尊這個 聖上像 這尊聖上像是什麼 在義大利我叫別大 他是 米卡拉圖在這個 等於是羅馬的這個 成名之作 成名之作 你可以看到 全世界最美的聖母 然後怎麼樣 抱著這個 剛過世的耶穌的軀體 然後構成一幅完美的動圖 有多少的這個動 的一個動態 多少的這個 耶穌系列的學生 必須要怎麼樣 模仿 而且還沒辦法 很難去那個地方 看到圓作 都是模仿 這個類似的這個石膏像 或是翻出來的石膏像 然後來做 來做這個 這個素描練習 或有話的練習 OK 二十三歲的一個年輕人 那我常常也是 每次在演講 都一直在敲一下自己的頭 想說我二十三歲 到底在幹嘛 然後 這位大師 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這個雕像 你看 米卡朗基羅 過了五十年以後 雕了第二尊的聖上像 我想這個在課本裡面 基本上就比較少提到 就是 也比較少人會知道 其實實際上 米卡朗基羅 他存世目前 有四尊的聖上 有四尊聖上 一尊在羅馬 凡利港 一尊 第二尊 這尊是什麼 他叫做 他叫做 帖帕 就是石碑 石碑的這個聖上像 五十年之後 米卡朗基羅 已經七十二歲了 一五四七年的時候 開始雕這尊 雕到一五五五年 才完成 可是後來沒有完成 是怎樣 他不滿意 所以他把它敲掉了 他把它敲掉 所以各位看一下 這邊耶穌有左腿對不對 看一下這個摧死的耶穌 他沒有 他沒有左腿 這個不是被破壞了 這是米卡朗基羅 他當時有自己不滿意 那個角度 所以他一刀就敲下去了 在這一個故事裡面 他是 就是有非常多的藝術家 還有這些學生 你一定要去描摩他 為什麼 因為他們知道 米卡朗基羅在哪裡 各位知道米卡朗基羅在哪裡嗎 在這雙雕像 San Nicodimo 就是聖上一個底墨 他就是卸下這個聖體的這一位 等於一個平民 後來被神化 因為他敢去把這個耶穌的聖體卸下 OK 他參謀這個耶穌的聖體 米卡朗基羅 當時就以自己的什麼 面容 去製造出來 去塑出了這個 San Nicodimo的形象 San Nicodimo的形象出來 為什麼 其實米卡朗基羅 當時已經活到七十二歲了 你知道文英復興時期 那個四五百年前 一般男人平均受命 大概在四十歲到五十歲左右 你就差不多 年紀是差不多 可是他活到了七十幾歲 然後當時候 一五四十年又發生了一件大事情 我剛剛有提過 就是米卡朗基羅 其實脾氣不好對不對 然後又愛討錢 又愛罵人 然後其實也很善渡 然後其實又看不起一些 包括年輕啊 或者老的一些前輩或晚輩 所以你知道這樣子的人 他就比較怎麼樣 台語簡單講的 沒朋友 好不好 就沒有朋友 所以呢 當他到開始老邁的時候 朋友就怎樣 死一個就真的少一個 所以呢 各位 脾氣要好一點 好不好 要這個 要冤動處事一點喔 他當時候最好最好的心靈辦理 一個叫做克隆納夫人 故事 米卡朗基羅勤天辟 他覺得完蛋了 完蛋了 沒有朋友了 沒有人知道他的心靈 你在想什麼了 所以怎麼樣 他覺得啊 死神也隨時要來找他了 他隨時要跟著克隆納夫人而去 你知道這是一個非常戲劇性的 可是當時候這位老人 這位騎者已經 決定好 就是說好 在這個剩下的這個時間裡面 他要怎麼樣 帶著悲痛的心情 來雕一個什麼 正上巷 未來要放在他自己的墓碑上面 要做自己的墓碑喔 所以這個叫做鐵塔 還有防地理 這個基本上我們就 意大利文裡面就是講什麼 一個板子啊 然後一個排凳啊 什麼等等 基本上就是這個這個作用 所以你看到就去釣了這一尊 一釣釣了快要幾年時間 八年的時間 這段期間當然你知道 當時候包括舅舅巴薩利 就開始來幫他寫傳記 因為就覺得說這位騎者 然後最後的生命 老賣生命 又要來做這件事情 各位有三位 要來做他的傳記的人 你看到就 我每天都告訴他們 我已經是風中餐廚了啊 不行了啊 已經要過失了 講到有兩位傳記作者都已經掛掉了 他還活著 然後他還繼續在做聊客 那結果呢 基本上 你看到就後來沒有完成這一尊雕像 他覺得他不滿意 所以 在這尊雕像的背後 側邊 聖安娜 然後聖武旁邊 基本上都怎樣 全部都是早痕 是米開朗基羅自己打的 自己打的 這尊雕像在哪裡 一樣 在我剛剛講那個 兩個淨圖的 淨圖的這個美術館 就是這個 我們叫做 主教堂美術館裡面 在主教堂美術館裡面 有機會可以去看一下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那這個 現在主教堂美術館的館長叫 Timose Timose是研究米開朗基羅的 近代的權威之一 近代權威之一的非常多 Timose出的 米開朗基羅的書 那 基本上很多的 我們要做這個 說國師論文 都要參考他的 Timose的這個書 Timose現在在這個地方當館長 如果你有時候有機會 可以遇到他 可以跟他聊一聊 他非常 他就是一個非常樂利 跟你談 米開朗基羅的人 包括 他的性向性別 他其實基本上 Timose也都做非常深入的 研究 那其實是很有趣的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探討 我們當時候在拍這個 雕像的時候 也遇到Timose 然後跟他聊了很多 然後再來 各位 旁邊這個 當代藝術是誰做的 米開朗基羅呢 在這個 1555年後來放棄了這個雕像之後 他又開始了什麼 他畢生最後的一尊雕像 各位知不知道米開朗基羅活到幾歲 他活到快90歲 他活到89歲 我們在他的這個 所有的這些文書裡面 他後來留下了三千多封的書簡 他既是一個詩人 也是一個非常非常 善於做寫 就是善於撰寫的這個文學家 他非常非常厲害 他就是一個全才 他也很喜歡寫書信 給他的這些親戚朋友們 他在他老邁的時候 身邊最信任的是一位職兒 也叫Leonardo 就是他的死敵 大文西的名字 叫Leonardo 他寫給了這個 Leonardo一封 這個很簡短的書信 大概是在他 米開朗基羅死前 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這封書信 這一次 前一次那個 米開朗基羅展的時候 剛好又來 又來台灣 那 他上面寫的很簡短 很簡短的幾件事情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他上面寫說 親愛的這個職兒 我非常感謝你寄給我這個 十二條非常美味的起司 我在想 到底是什麼口味的 Pomage 這個起司 可以讓米開朗基羅 這麼在意 就是因為這已經是他 最後一封書簡了 他還提到的那個食物 我就很想要知道 但我們後來有去找吧 就是米開朗基羅 當中吃的東西 我們現在不會很喜歡 那 總之 下面一句 就有一個很簡短說 我已經老邁到 拿不動筆 再寫信給你了 所以以後我會請人代替 然後下面就草草的 簽了一個歪歪的名字 米開朗基羅 就寫米開朗基羅 OK各位 兩個月前 死前 死前兩個月 他已經告訴他 他沒有辦法再提笔 然後再寫任何的 再寫任何的信 還要人家淡筆給他了 這段雕像呢 我們有這個 事實上有非常準確的考慮 在他至少死前六天 還有人看到他在雕這段雕像 各位 錘子 還有這個招金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拿過 錘子跟灶釘 非常非常沉重 非常沉 然後灶釘有各式各樣的灶釘 他臉筆都拿不到 可是這位老人還是拿這個錘子 拿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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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灶釘在這邊很執著 在做這樣的一陣一陣雕像 我們等一下看到一些細部 在這個1564年 他最後 遲暮的這個這個 最後的這個這個 時光裡面 他在做這樣子的東西 各位再看一下這個形象 有沒有跟他17歲 挑出來的東西 非常類似 非常類似 好 我們看一些信照 這個是1498 1499年的時候 第一尊的撇搭 各位 這個聖母前面背的這個 執行班長袋 也是米卡亞只有唯一一件作品 有打上自己名字的 因為當時候他太年輕 當時候他太年輕 然後 在羅馬製造出了 這一個大新聞之後 製造出了大新聞之後 沒有人相信年輕人 沒有人相信年輕人 所以當時候 只有一個米蘭 一個一個很有名的 雕刻家 專門在馬本町 這個這個這個 教廷裡面 在做這個雕像 大家都想說是這位米蘭那件事 就是米蘭人做出來的 達文西就跟一般的這個年輕人 我以前也是一樣 就是這個年輕的藝術家一樣 開畫展的時候 都會假裝沒事 裝成路人甲 坐在旁邊 就想要怎麼樣 聽一聽大家給的意見 我覺得這個很正常 因為如果你是藝術家 去到那邊 大家都會跟你說 喔那做得很好啊 怎樣怎樣 可是 比較少真心話 所以我們都會希望說 就坐在那邊 假裝聽人家講什麼 米卡亞劇龍那時候 也就坐在附近 然後在旁邊徘徊啊 圍繞啊 然後在那邊 聽一聽看大家講什麼 每個人都說這個太神了 這個神太神了 怎麼會做得出來這麼漂亮的角色 這一定是這位米蘭 米蘭來的大師做出來的 米卡亞劇龍那時候聽得非常活大 所以呢 他當天晚上是怎樣 帶著燭光 帶著錘子 帶著燥釘 就過去 劈哩啪啪啪啪的 從下到上 這邊就寫著 米卡亞劇龍那時候 他連 他的名字跟姓詩都打上去了 就是米卡亞劇龍那時候 做的 好不好 然後呢 大家才知道 原來 是一個從佛羅倫斯 從佛羅倫斯 來的一個年輕人 二十幾歲年輕人 把這一尊雕像做得出來 所以這是米卡亞劇龍那時候 傳世唯一一尊 有打上自己名字的 而且去永遠客在那邊 像執行班長的 執行帶的那個 那個 那個橫屎帶 在這個部分 所以 當然對這一尊雕像唯一的批評 就只有什麼 這聖母實在太美了 聖母怎麼可以雕這麼漂亮 米卡亞劇龍那時候 神回 好不好 這個脾氣性常常有的 神回 他怎麼回答 他說最純真的 癥結 就是無上的美麗 你知道他直接用一個 類似十四行詩裡面 美麗的句子就把它毀掉 當時候一個脾氣 非常糟糕 年輕人 他可以這樣回大眾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米卡亞劇龍真的是 深藏很多 他的那一身 有多少人貢獻的這個 碩博士論文在他身上 這是 非常 非常合理的 各位看一下 米克蘭蒂 這是當時候的古文 米克蘭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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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很多這樣子的素描出現 就是 他把自己雕成的這個 米克蘭蒂 的形象 好 當最後的時候 其實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 P.A.D.O.呢 你會發現這個 很不一樣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秀夫的時候 你也很希望去看到 什麼樣子 一個藝術家的轉變 可是我覺得還好 米克蘭蒂 這個偉大的尼克蘭蒂 他只喜歡用大理石雕 他只喜歡用大理石雕 所以不像現在我們面對的這些 藝術品裡面要修復 太多太多不同的媒材混雜在一起 所以其實很傷腦筋 但是你看看基本上就是大理師 他鍾愛大理師 他自己去挑選這些大理師 那他的手啊他的眼基本上 都比我們這些現在的機器都還準確 他可以了解裡面到底有沒有裂紋 有沒有細縫 有沒有一些不良的物質在 那個很特別 就是那個方式非常非常特別 各位看一下 這個腳步他基本上還是有怎麼樣 稍微做一些左側邊 比較有做一點點的這個打摸動作 可是是不是很像極的那個 十七歲的時候 雕的這個這個 木雕的這個耶穌像 剛剛你們看到那個十字架上的耶穌 我們看一下 那在這個 他就是那時候來台灣的時候 他來他的這個雕的複製品 你會看得到這個手部的地方 就是以前的這個聖母 是不是都好像這樣要很悲痛的 然後這樣殘暴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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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的這個遺體 可是現在這一尊 耶穌基督呢 他好像有一點怎樣 像背後把聖母怎麼樣 給背了起來 好像似乎可以把這個悲傷 給稍微分擔掉一些 我覺得那個米卡朗基督在做這一尊雕刻的時候 其實已經比之前的那幾尊 有更多的那種 比較悠閒的一些情況 就是他比較放得開了 他比較放得開 那在他最後這些傳記裡面 他還寫到就是說 他希望他不用再接委託案 我們持有內之間 委託案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他可以完全為了藝術而藝術 為了什麼上帝而藝術 就是他開始 他開始就皈依了 他就轉型了這個天主角 他相信有神存在 所以他把他最後的這些經歷跟心血 全部放在了這個雕像上 我在重新看的時候 我看了他十七歲的東西 他八十九歲的東西 你發現他基本上是一個 是一個圓 是一個圓 他最後他走回了他自己 我想是他自己最想望的那個藝術的那個心態 所以當後來再回到這個聖母教堂 再看這個雕像的時候 你覺得不陌生了 你覺得這就是你開堂紀錄 你覺得這就是他想要的 他想要的雕刻的心事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他 這一生裡面所做出來的那些重要的物件 我覺得在義大利 我們生活中充滿了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修復為什麼重要 你可以了解到文化為什麼重要 他跟你的生活息息相關 你的聊天的對象裡面 當然每次就會問你說 你在聖母教堂 你有沒有看過這一尊 只是這樣 那你覺得你有什麼感想 其實那個東西其實是很自然的事情 並不是好像已經是變成一個很艱深的一個知識 或者是一定要一定要談的一些深入的課題 好 那在這個聖母教堂 其實基本上 我們每一次其實就可以進去看一看這個 這個布什基督的這個雕像 當然他附近也有太多太多 類似這樣子的故事 不只是你看上去 其實還有好多好多的大事 就是我們在那個學院裡面在考試的時候 你光畫家你要大概背一百多個畫家 才有辦法應付考試 就是你應付考試而已 就要背了一百多個以上的畫家 就是文藝復興時期 那當然你如果要考好 你當然要背更多 你要了解更多 所以那個其實是 它是很細緻的一個課程的安排 但是在這個工房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就是聖靈教堂的鐘塔 下面的小閣樓裡面 非常小 大概只有這一間的那個 一半到那個後面那個布幕這樣子 這個大小 然後兩層樓 兩層樓高 我們在那裡面呢 其實我那時候不是說我接到電話 師父跟我說我要你了這樣子 然後我就高興的大叫 然後又在那個 趕快打越洋電話給我幫 我很少打越洋電話 因為當時很貴 當時非常貴 我們那時候還要用電話卡 打回去的時候 然後我跟我媽說 爸媽 托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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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要走上這個修復四肢路了 因為那個師父答應要收我為徒 我就想說應該就開始怎麼樣 進去就開始要學修復了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結果進去的時候才發現 不對 好不好 而且一進去以後半年都發現 不太對 因為為什麼 半年的時間裡面 我只做了兩件事情 搬東西 撿垃圾 還有一件 就是 就被罵了 大概就這樣子 如果可以算一件事情的話 大概就這三件事情 在我的生活裡面圍繞著 然後再來其他一件 雜細雜八就是買東西啊 幹嘛的 真正重要的事情 就只有一件 最重要的一件 就剛進去的時候 只有一件什麼 搬東西 為什麼 師父呢 他剛剛 離開了他的這個師父以後 就是雄心壯志 所以剛好 記憶員也來 就是美國那邊 剛好兩張大阿斯的 副箱收藏了兩張這個 應該是那個 法國那邊的這個 18世紀的風景畫 沒有人會修 所以他們估算了價錢以後 他們決定把他 越洋寄過來 寄到了這個 所以安德雷亞這個工房 開始做修復 你們可以看到 那多大張 對不對 所以師父呢 因為他一個人搬不動這張畫 所以要找一個人幫忙搬 然後我就是那個被打電話叫去搬畫的人 OK 所以這就是我的開始 這就是我的開始 可是我要讓各位去想 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當你手上拿著一個 五百塊的一個 這個 要空氣的時候 跟拿著一個 五千萬的珠寶的時候 珠寶你還不想這樣子 這樣子丟 你可能連拿到 手都會抖 我意思是說 當你隨便抓拿一個物件 跟你持拿藝術品的那個差別 那該怎麼訓練 我想這個前面半年 師父給了我一個很好的一個訓練 就是我從開始 不知道怎麼樣去拿藝術品 開始到知道說 要怎麼樣帶著他們 才會是最安全的 不然反正就是 我這樣拿不好 或者是 有YouTube的那種現象 就是被師父 就是被師父嘛 所以實際上 連抓拿這個 就是持拿這個油畫 基本上都有一些特殊的技巧 那你的大拇指 必須壓這個畫布邊緣 不可以壓在這個畫布上 我相信回去你們自己試試看 不自覺 就是直接就是 手就直接抓拿這個畫布 但是 基本上這些老的東西 你這樣運動 或者你手指從後面 就是因為畫框 後面是中空的嘛 對不對 只有外框那樣的形式 你手指從後面 吐到這個畫布的時候 未來這個怎麼樣 畫布的上面 都會有這個 原狀的這個 同性原狀的去列文書籤 就是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當你從一個五百塊東西 變成一個五百萬的東西的時候 那個距離 該如何彌補 時間 就只有時間 訓練什麼 訓練基本功 訓練基本功 OK 所以各位 過了大概七年之後 我來到這個荷蘭的國家級 這個修復中心裡面 柚子是我的主管 我是他的修復師 我們兩個辦這一張五公尺多 然後快三公尺高的這個畫作 從倉庫走到修復的這個 這個修復基地 兩百多公尺 我們中間休息了一次 兩個人直接辦 這就是不會有問題 可是你要知道這些畫 第一個 它的後面 後面有這個支撐的這個畫框 很老 已經快斷掉的感覺 上面這張畫布非常重 所以它會一直不停的搖晃 你蓋成這樣去控制這些力道 然後怎麼好好的把它吃拿好 從倉庫一路搬到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修復的庫房裡面去 所以 那個地方基本上 我那幾年以後再慢慢想 我那時候 原來當時候就已經 當時候就已經訓練起來了 但是那是不知不覺的 你一開始不會想到這些事情 然後撿垃圾呢 各位 我也要跟各位講一下 撿垃圾 為什麼要撿垃圾也好 有什麼好講的 為什麼要撿半年 撿半年垃圾 各位 我們說撿垃圾只是很好玩 可是有時候你是在撿什麼 你在撿寶物 你在撿寶物 為什麼在撿寶物 我們看一下 這張巴洛克時期的畫作 波隆湾畫派的巴洛克時期的畫作 距今大概350年到400年左右 350到400年左右 一張好的畫布 當時候早期的畫布 大概都純麻的 純麻畫布 我們現在有分什麼 有分棉的嘛 仿麻的嘛 然後再什麼 純棉再純麻的嘛 對不對 那一般來說都是純麻的時間 可以動最久 那仿麻的大概時間 再少個20年 然後純棉再少個20年這樣 所以基本上 純麻的畫布 大概可以放120年左右 就是它的支撐力 然後它可以支撐住什麼 畫布上面的打底層 還有這個彩繪層 甚至還有這個coating 這個varnish 這個清晰層 OK 畫布層 但是這個畫布大概 過了120年之後 150年之後 它就會開始怎樣 老化脆裂 甚至斷裂掉 所以在修復裡面 就是油化修復裡面 它有最大的一個手術 英文裡面 英文叫做relining relining 就是怎麼樣 再把它怎麼樣 心直一張這個畫布 再沈澱在這張畫布後面 意思就是你要找適當的焦料 然後你要找適當的這個布材 去對應它的這個纖維的溶硬度 然後之後怎麼樣 把它給黏在後面 當它其實很像這個水墨裡面的這個什麼 密質的這個部分 就是把它給小拖 襯托起來 各位 你不要今天聽完演講 要回家就想說 老實說適當的焦料 我要強力焦 然後這個布料 我就拿德華 桌布或者什麼 把它黏起來 不行 我們用的這個焦料 基本上你必須要考慮到未來 下一個世代 這個修復時是可以怎麼樣 把它輕易取起來的 把它輕易取起來的 OK 那我們回到這個畫面上面 這一張大概好 350年前的畫布 它大概第一個150年好了 算寬重一點 150年之後要修復 也就是距今200年前要修復 所以200年前有一位修復人員 有修復師 他把這一張布怎麼樣 給貼了上去 給貼了上去 一般來說 100張畫裡面 可能98張畫 它這一張後面新補上去的畫布 實際上很誇張喔 它會比這個原來original這個畫布 就是這一個原作的部分 還要脆弱 還要脆弱 就是意思就是說 原來的畫布在這邊對不對 一般來說 這個新貼上去的畫布 基本上不會像這一張那麼完整 裡面100張 裡面有98%以上都是怎樣 整個都脆裂掉 因為它不停的在支撐著這一張原作畫布 所以撕下來都是殘片破繭的 但是 偶爾會有一兩張 偶爾會有一兩張畫布會怎樣 就像我剛才拍的 這個大概200年前的畫布 它可以完整的撕下來 那我們 要怎麼用它 例如像我們這種有良心的胸腹師 好不好 就絕對不會把它拿去做偽畫 OK 所以呢為什麼有時候 你們在新聞上面 會看到這麼多的這些 偽畫啊 仿作啊 什麼科學鑑定 怎麼打都打不出來 各位 它就是200年前的畫布啊 你怎麼打 你怎麼鑑定 所以實際上在鑑定這個畫作 我們就可以看到 剛剛館長特別有提到 像大家會覺得這個 這一次的這個花事件 台灣真的有很多花事件 花事件這個東西 這個畫作 大家會很好奇 到底是什麼年代啊 然後什麼樣子的一些 一些材質什麼 各位 有很多東西是你在Google上面查不到的 各位知道嗎 不然的話 其實我們就不用花那麼多時間去讀書了 大家在Google上面 一天就可以成為這個 鍵盤修復師 或鍵盤鑑定專家的話 我們就不用讀書 讀那麼辛苦了 大家不用寫動人 寫那麼辛苦了 這裡面其實它 如果只光以這個材料的這個材質分析 去判斷這個物件的真偽 那實在太簡單了 那實在太簡單了 所以基本上會有形式上的這個差異 會有這個科學檢定上的材質的差異 也會有這些文史脈絡上的差異 必須要做調查 那是一段非常非常榮長的時間 非常榮長的時間 所以我問各位說 這樣子的畫部怎麼存在 我在這個第一個半年的時候 每天在那邊撿垃圾的時候 你就看師傅啊 因為我們要修東西 你知道修復的畫 大概在義大利這個庫房裡面 大概都是三四百年前的東西 所以你知道 拉利拉扎 它丟出來就一堆 這些有的沒的 這些有的沒的東西 常常也有這樣子的布料 常常也有這樣子的布料 那你們說那些顏色到底怎麼做出來 要不要一定要拿以前這種古代的材料啊 然後做這些顏料才做得出來 其實根本不需要 根本不需要 因為基本上修復師他在做這個畫作的時候 因為我們可能跟藝術史學家差別 就是藝術史學家可能是有各個不同的脈絡 然後還有很多的這些不同的分析 包括科學分析等等去找尋到一個資料 而我們很簡單就是一刀切下去 我們就像外科醫師一樣 一刀切下去 我就知道它裡面有什麼了 所以實際上我們在接觸一幅畫作 如果我做了這張畫作 快一年以上的修復 就是像這種古典油畫 大概都要處理比較久的時間 可能畫了一年 我連這個畫家從哪裡下筆 我大概都拆得出 拆得出 拆得出七八成 他用了什麼樣的材料 然後他的筆出習慣什麼 然後他習慣斷在哪裡 其實那個都很清楚 然後甚至他的材料上面 他的老化程度會到什麼程度 會到什麼樣的模樣 就是他的Yellow in Aging到什麼程度 其實那個東西 會很清楚的 會很清楚 而且你會發現到裡面很多 一般的時候沒有辦法看到的東西 例如像 達文系的話 是最有名的一張 摩拉麗莎的微笑 摩拉麗莎的微笑 每隔半年或一年 或甚至大概兩三年 他就一定會出一個什麼 我們發現摩拉麗莎其實有罩袍 摩拉麗莎後面的風景其實左右兩邊高低不一樣 摩拉麗莎其實是短髮 摩拉麗莎其實是畫 達文系他自己本身 為什麼會發現到這些東西 實際上都是每一次他在進行修復工作的時候 然後再用科學一起檢查 或甚至 又不是直接動手下去的時候 發現到某一些地方 之前的文史資料從未留下來的東西 所以修復基本上 其實是可以發現到很多 這整段可能幾百年代歷史上缺漏了很多部分 所以那個是對我來說是很有趣的一個工作 好我們繼續看一下 當然像我們這種有良心的就不是 我們就只會把這個畫布拿來做什麼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話 當然也是可能兩三百年前的東西 他可能就是因為他要適應當時候 他的整個建築體的這些結構 然後他會做一些拆檢啊 或者是一些就直接切割掉了 所以這時候可能下一個可能幾百年之後 這個葉主買來 他就希望說我們能夠恢復到他 恢復到他以前的這個舊的這個形式大小的時候 其實這種適當的這個 可能纖維啊厚度啊 或者是強硬度 這樣是適合的話 我們就可以拿來做什麼 一個很好的patch 一個不定的動作 OK 所以你們看一下 翻過來之後 然後上面的肌理我們做重建 然後可以看一下色光上面 然後到最後 快完成的時候 然後師傅再做最後的這個 上色的動作 這是我那時候的那個師傅 OK 所以實際上這個 這一個過程那個前半年 我就在這個掃地啊 撿垃圾啊 的時光之中過了 直到有一天早上 我就看到我那個師傅 欸今天動作不太一樣 他就沒有再叫我說 欸過來看我弄東西啊 然後等著幫我撿垃圾之類 就是我們反正都會有固定的一個 一個形式在做 他就在那個 他放那個畫 就是放那個代修的那些物件 那個巷子裡面 翻箱倒櫃 欸我今天就想說 不一樣 升級了 可以開始修畫 之類 結果他就真的 拿了一張畫就朝我走過來 可是我一看到那張畫 我臉就垮掉了 好 他就拿這張畫給我 超醜的 好不好 我第一次看到就是 這麼醜的畫作 然後他就放下來 他說沒有這張交給你 你知道嗎 我就是那個心就量了一半 因為我們在 以前讀書的時候 甚至在義大利這樣待了 在這一段時間也知道什麼是好東西 什麼是爛東西 他一看到我臉沉下來 他只丟了一句話給我 那句話讓我記憶到現在 會有時候 會跟一些 我的助理或學生們說一下 就是 他跟我說一句 他說 你不滿意嗎 我說不滿意 他說你知不知道 你現在只有四流的技術 你就只能修四流的東西 你知道那個在義大利 我相信在歐洲 文化裡面 那個是非常嚴格的東西 那我相信這句話 也一定要帶回台灣 為什麼 我看到太多的國定古蹟 或者是好的文化資產 基本上 都被技術不成熟的人破壞掉了 我覺得這一點很嚴重 就是 當你只有這樣的技術的時候 你只能碰 這樣子等級的東西 當你慢慢慢慢累積起 比較好的技術的時候 你才能夠怎麼樣 去解決困難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知道當時候 我心裡面整個受傷 但是呢 但是我覺得 我就還是繼續熬下去 繼續熬下去 我們看一下我做什麼事情 其實後來在這個 我說可能 我已經開始要學 真的完整修復過程 其實也沒有 在工房在這裡 待了快兩年半的時間 其實實際上 最後也只學了這件事情 可是這件事情 基本上 就打下最重要的一個基礎勾 我們看一下 其實修復大家都 我相信也有很多年輕的 小朋友應該都會有 對對這個工作 會有一定的這個想法 甚至幻想 都我要告訴你們 這個工作 裡面的樂趣跟成就 都是用時間換來的 那個時間 不是你自己想想 時間寫下來 它就會 它就可以過去 它是必須要一直靠你的身體 一直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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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克服某一些事情 某一些障礙才有辦法通過 我們看一下這一小塊東西 這些老的油畫 久了以後就會 你知道 它的打體層 然後顏料層 整塊剝落掉 剝落以後 我們把它的這個結構修復好以後 你要把這個什麼 掉漆啊 就是這整塊掉 這個大體層都掉的地方 要做一個填補的這個動作 所以油畫絕對不是 用油畫顏料直接去修 說欸老師那個 你那個基礎有了啊 我就直接補一塊 用油畫顏料補到很像 然後拿那個牙籤啊 或者是拿那個手術導 慢慢修一下 修出那個形狀來 不行 油畫顏料 去直接補最那些老的油畫 新的油畫顏料 它在乾顧的時候 從氧化 然後到減化 到乾顧的過程裡面 它的體積會有一定的這個收縮 所以它會把這個老化的這個顏料層 直接怎樣 整塊拔下來 所以你看到早期很多那種 台灣還沒有開始 有這個修復專業的時候 一般的油畫修復 都是帶給這個可能 這個畫家 他自己的家屬 或者是他的弟子 來做修復 基本上都發生很多的這個慘案 很多的慘案 我們到現在都還有收到很多 這樣子以前 修改的這個狀態 所以那這個基礎到底要怎麼做 各位 我開始進去 我就開始練這個基礎重建 各位看到 本來是破碎的地方 我們填上這個特製這個白漿 白漿可能是用一些多性粉末 然後加上這個動物膠等等的 適當的膠料 混合成怎麼樣 可以去塑形的 然後等到它水分蒸發之後 它就會乾固掉的一個材料 但是一般很多都是直接怎樣 填平了 然後我就直接怎樣 把顏色蓋上去 各位 這個方式只要在某一個角度 你去看 那個補上去的地方 直接就是一個反光 絕對不行 所以它該怎麼樣 它除了這個buzz 我們說這個bass 這個底做好以後 你會看到 老的油畫都會有很多什麼 我們說這些基礎啊 筆觸啊等等 你要讓你這一塊 失去的地方 在意大利文裡 叫lacune lacune這個東西 基本上要能夠怎麼樣 做出相對應的筆觸跟什麼 texture出來 然後跟周邊做什麼 完整的連結 完整的連結 可是這個工作 最後做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到 都是一根毛 還要在細緻的部分 然後沾了這個薑 慢慢慢慢一點做出來 怎麼做 一定是平放的 所以電視上面 電影在那邊 演機裡重建啊 是什麼立著 然後這樣做很快速這樣做 不可能的 沒有這種事情 一定是怎樣 所有燈光全岸 所以你的世界就是黑白的 所有燈光全岸 在一個小房間裡面 畫白 平白 平放著 畫平放著 然後呢 燈光就在遠處 直接側光 大概只有20度的這個角度 打過來以後 你是不是會看到 所有機裡的這些 形狀影子 四周這樣轉 然後對著那個地方 把它做出來 做好一次以後 要打掉 因為它 你剛做好的東西 會太新 沒有辦法符合它的要求 所以當然要做兩三次 打掉以後 從模 然後到最後 檢測是怎麼檢測 我一直記得我的師祖 跟我的這個 師父 他們最喜歡做 下午四點半的時候 因為我的那個 骰皺就會 骰皺就會起個腳踏車 晃晃晃晃到那個 我師父的這個功嗎 來看看 一切有沒有正常 然後他們兩個呢 就最喜歡走到我面前來 兩個眼睛就閉起來 然後把我的畫拿過來 就看到這兩個人在那邊摸 在那邊摸 從哪裡摸哪裡 再從這個 原作的部分 就摸到這個原作的部分 再從原作的部分 再摸回原作部分 跨過我這個 就是 從我這個地方 直接直接跨過去 當他們摸不出來 我做的這個機體 跟原作機體的差別的時候 這個機體才是真正的怎麼樣 完全準確 還是完全準確 不是只有靠你眼睛 所以有時候修復師啊 就是因為 剛開始台灣 尤其到這幾年 開始修復開始 這資訊越來越多 可是 越來越亂這些資訊 大家都要發表 大家都要講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甚至在故宮裡面 也有很產生 就是要不要戴手套拿東西 不戴手套拿東西 或者要不要戴手套修復 不戴手套修復 各位我跟你們講 其實 要不要戴手套 都要依照這個 當時候的這個 工作的信息 或者是這個器物 或者是這些物件 的專業度來判斷 我們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是被賦予 當然你出很多手汗 你的手很髒啊 剛抹過沙子 其實不行的 你手一定要乾淨 保持乾燥的方式 然後之後怎麼樣 才能夠去觸摸這個優化 但是你是被賦予權利 而且你是被要求 一定要怎麼樣 去了解這張畫作的 所以有時候 手 是修復師的什麼 第三隻眼睛 其實大概都是在這些 基礎工的時候 我開始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培養起來 有了這些姿勢 各位你們看到 這是短短1.3公分的東西 這個還算大 我們還有做過更小更小的 但是 從這個 從這個 第一年開始 慢慢慢慢師傅就看到 我一直在做這些東西 非常非常細緻 然後甚至可以開始 慢慢做到什麼 各位 這個深紅色的地方 是我們做的 打底色 旁邊綠色的地方 是original的 之後我們要上色 OK 你可以看得到 中間這些連結起來 這個黑暗字嗎 筆刷的痕跡 筆刷的痕跡 所以連筆刷的痕跡都很重 你知道那個有多細 你知道那個有多細緻嗎 對 但是這樣子都做得出來 可是你的世界就是黑白的 你的世界真的就是黑白 沒有其他的方式 就是黑白的 OK 那這些東西 也絕對不是猜測出來 說 我故意做狗的名字進去 那也看不到 不行 一定是怎麼樣 從周邊 從周邊去找 所有的可能性 然後之後 確認以後 才放下去 所以絕對不是 意測出來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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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肌理的重建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訓練 我做過了一年 又一年之後 我得到的這個獎賞 就是 越做越大片 就是越做越大片 我幾乎 在學院裡面 我都畢業了 我還外交工房 我還是做這些 師傅只會問我說 所以你在學院已經修完一張畫 因為我們都要修個大概 一組要合作個兩張 三張 然後你自己要修一張到兩張 以後你才可以從這個學院畢業 才可以從學院畢業 然後才可以拿到這個 修復資格的一個認證 托斯卡納大省 省區大區辦法的這個認證 但是 拿到這些認證去 你到工房裡面 你只是一個什麼都不會的人 但是還好 我從第一年開始 我就在工房裡面工作 所以我後來做了兩年半之後 離開了師傅 我還是在做這個事情 我還是在做這個事情 即使我在紐澳樑已經找到工作 要到紐澳樑去修復前 我回到工作室最後一天 我還是在做這個事情 紀律重建 我就問我師傅 這是看不見的 為什麼 我們當我們做完類似像這個東西以後 我們會coating一層保護層對不對 保護層coating完以後 我們才會在這個上面怎樣 用修復顏料上色補色喔 補完色之後 你下面做的這些東西 是完全怎樣 看不到的 我完全覺得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除非用一些特殊的這些光學銀器才有辦法了解 那 我就在想 為什麼要一直做這個 師傅就給了我一個很好的理由 我相信這個東西是我以後才開始體悟 一開始我都不太理他這樣子 而且告訴我說 欸沒有 你就是一個做創作的人 你一開始是一個做創作的人 所以你有非常強大的創作欲望 但我在修復裡面 你不可以有你自己的欲望在 你不可以有你自己的想像在 所以你必須要怎麼這樣子 每天的routine的這個 就是這個規律的這個工作 然後每天慢慢磨慢慢慢慢磨 把你那些靈角那些想望的東西 全部抹掉 你才有辦法怎麼樣 深入專心的 從畫作上的蛛絲馬跡 還有他的真相裡面 去找尋到 你未來修復的資訊和可能 我聽一聽 哇 太不像義大利人會講的話了 OK 所以我都問他說 所以咧還有沒有其他理由 所以他就問我說 你覺得做這個工作 你的感覺是怎樣 他說很累啊 然後眼睛很痠 枯燥乏味 他說那就對了 所以當你以後有這個學生 跟助手的時候 你就可以叫他們做這個事情 好不好 你就在旁邊專心的 開始上上色之類就好了 OK 總之呢 你知道這個義大利人 他是非常非常有趣 但是現在 失戀之後回想 你覺得真感謝他 但是今天沒有過的這一段 你沒有過這一段 基本上你不知道那個修復的那個 你的那些耐心要哪裡來 或者你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要 該要如何的去思考 去解決 你可能 就急救傷的選一個方式 我就跳過去這個 需要做基本功能的東西 然後你就把它解決掉 實際上 沒有辦法解決 那些問題 我也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時間帶來的問題 只有時間能解決 我覺得在修復裡面啊 我目前做到現在 第10年了 我覺得 就是只有這種這樣子的心得 就是時間帶來的傷害 只有時間能夠解決 所以 我們看一下 時間還有 還可以講 OK 嗯 等到我離開了這個 義大利之後 我來到了 New Orleans 就是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就是 一般人去找工作 不是應該就是 如果到美國去 就像往那個大蘋果啊 或者是往這個 LA這邊去 進Gate啊 什麼的 可是我那個時候 怎麼會到了 New Orleans去 實際上 最後是跟我剛剛提到 第二場水災有關係的 就是在這個 2005年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哪有什麼記憶 就是 Hurrican Katrina Katrina的風災 Katrina的風災 所以讓這個 Katrina 就是讓這個 這個 New Orleans 它的第七號水門 在比較偏北的地方 整個爆裂開 一些西比河的這個水 整個把城市 很大部分 整個淹沒掉 整個淹沒掉 所以其實基本上 紐約良當時候 是非常非常淒慘的 從2005到2007 所以他們花了兩三年的時間 慢慢怎麼樣 做整個城市的重建 跟整建 那大概到07年中的時候 中期 我在比較前期就去了 中間的那個時候 其實基本上 年中的時候 大概就已經開始 陸陸續續處理什麼 美術館啊 然後這些 文物啊 什麼等等的這些 這些工作 所以當時候我去的時候 很有意思就是 這一個城市裡面 沒有任何一間修復工房 沒有任何一間修復工房 只剩 我去工作的那一間 為什麼 所有人都撤離了 所有人在那個 那個那個當下 15年的時候就全部撤離 再回來的很少 我當時候這位 貪心的老闆 應該是老闆娘 他當時候就簽了解解書 他死都不走 然後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他就一定 他就說他一定要跟他的這個 小小的這個工房 共存王 十四招英雄 他後來成為一萬富王 他成為一萬富王 因為所有牛浩糧 包括周邊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在07年 送到這間工房來修 我那時候走進那個工房的時候 他其實不打 但你進去的時候 油畫修復區 大概就有200到300張 油畫在那邊等著 就是然後每一天都還陸陸續續 這樣一直送 一直送東西來 那他這位老闆娘 他不只油畫修復 他是當老闆 所以他在僱用了這個 器物修復師 雕刻修復師 然後紙之類的修復師 然後還有修這個 化礦的修復師 他全包了 整個城市全包 所以你就知道 這件事實施造英雄 然後我就每天 下樓的時候就看他在那個 辦公室輸照片 就是一個美國 一個美國人等一下會看到 我們看一下 可是紐澳樑之後 城市對我來說 真的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因為我自己喜歡絕世樂 我相信這邊在座 有非常多人喜歡絕世樂 各位 如果你喜歡絕世樂 你這一生一定要到 紐澳樑去一趟 為什麼 絕世樂發源地就在這裡 早期的黑奴 然後聖歌藍雕 然後之後到絕世樂出現 路易莎阿姆市長 阿拉菲斯街頭 全部都在這裡 每年8月4號是路易莎阿姆市長的生日 整個城市封城 然後你知道 可能每50公尺就有一個 這個這個 演唱會會場 然後都是你叫得出名字 就現在還活著的 露西滴的 露滴滴滴的這些爵士大師 在不同場地 在表演 然後每個禮拜五 就是不用是節日 每個週五的下午 一點開始 就是全城的繞進 然後絕世樂繞進 統治繞進 然後藝術家繞進 等等全部都來 所以這個城市 基本上就 中間所有藝術的元素 美國第五大城 可是是 美國藝術元素 最豐富的一個城市 我到那邊才知道 所以 其實我每天 上班的時候 當然有很多故事可以講 但是我最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是下班的時候 我最常去的地方 就是Preservation Hope Preservation Hope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上網看一下 叫做經典屋 路易斯桑的時鐘 就從這邊訓練出來的 路易斯桑的時鐘 怎麼唸出來 阿拉菲子結尾也從這邊出來 所以你知道 在那個地方 它就是一個破破小小的 一個小演唱廳 然後它演奏廳 它的大小大概就是只有到 寬度只有到第三個幕連 然後就是大概這個螢幕 這樣拉過來 然後長度就到這裡 然後鏡頭就在那邊 然後整個地板都是平的 沒有舞台 學士樂手就在前面 回一桌 然後就在那邊表演起來 然後也沒有揚聲器 沒有喇叭 都沒有 就這樣子 然後後面就是 又幾排椅子 搭到桌子 每天晚上都刻滿 一張門票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07年去的時候 是8美金 然後到07年底的時候 它漲價一點點 因為那時候開始 那個雷曼兄弟的事情 開始爆發 美國星期變差 所以它漲到10美金 10美金 聽一場 中間這個歌手 如果喜歡學士樂的 台灣人 應該會知道他 他來過台灣三次 都在國家音樂廳表演 他叫Joseph Felicity Joseph Felicity 然後我在那邊 後來跟他變成好朋友 因為我每次去的時候 就買一杯飲料 大杯的 他就叫我分他一點 因為我就是那裡 場內很少數的華人 而且我每天都慘 他禮拜三開始開 然後一直開到禮拜天 我每天晚上都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聽著他去世約 一場三個小時 只要花你三百多塊台幣 你去不去 在紐約他們去表演 三十美金起跳 就大概快要三倍到四倍的價錢起跳 所以那個是 我覺得最快樂的一個時光 就是我每天的想望 就是我坐完修復以後 我就騎著我的腳踏車到隔地去 因為他們就在這個French Quarter裡面 那我坐在By Waterhood 就是在French Quarter旁邊 但是你知道美國的旁邊 不是真的旁邊 美國旁邊 很遠的那一邊 但是我們就是騎著腳踏車 就這樣衝過去 那紐約他也很有趣 但是他也很危險 因為紐約良本來就是危險 因為他基本上是比較多這種 非一美國人人住的地方 那當然那個水災之後 整個經濟變得非常差 所以我們每次晚上出去 就是當地人都告誡我們 就是我們口袋兩邊都要賺錢 一邊是你自己要花的錢 一邊是當你被搶劫的時候 買你的小命的錢 因為他一顆子彈可能才0.5 可能不到一塊美金 就可以要你的命 可是你準備個20美金 你就可以買你自己的命 你要不要 所以就是我們 我們基本上就是 一邊裝著可能自己 今天晚上出去要花的錢 另外一邊大概都會固定 帶個30美金 就是如果真的 不行被搶的人 都會趕快給他 他們拿錢就走了 再不會利益這樣子 OK 那我們看一下紐約良這裡 他太多這些精彩的這些元素 那包括 電影裡面的慾望街車 大家很坦白 我有看過老電影 就是慾望街車裡面 其實就在描繪了就是 紐約良這一型的電車 這一型的電車 所以很棒的一個 非常非常棒的一個層次 然後我們住的那個白瓦特 其實他白瓦特部 他其實就是老房子 紐約良老房子 可是他馬路也當時都被毀壞掉 其實也沒有時間過來整理 OK 但是我們就基本上在那個地方 生活的 這是我當時住的小房子 很可愛 然後我的對面 五公子對面 就是馬路的對面 就是那個當時修復的廠房 然後當時我們在修復的 一些畫作 一些狀況 OK 那我剛說過這個 泰南的老闆 下面要有會賺錢的修復師 我就是那位會幫他賺錢的修復師 那主要就是因為 他其實在紐約良 他有非常多歐洲的古典油畫 那他那時候非常缺 非常缺這樣的修復師 所以我也是這樣子 就是中間的這些 雖然是僱用 可是其實基本上他也把我邀請過去 邀請過去 然後就開始做了這些修復 我大概在快一年的時間裡面 修了四十多張的油畫 修了四十多張的油畫 但是其中有一張 記憶非常非常深刻 那張油畫呢 基本上 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是這樣說這個業主 這位收藏家跟我說了 他也知道有人終於在兩年多之後 可以修這張畫作的時候 他非常開心 然後跑來跟我說 Leo This i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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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各位 你們看一下 This i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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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如果它是一個compensatory art 它是一個當代武術的話 你可以把它取名叫 無形啊 黑洞啊 鏡像山啊 等等之類的 我相信 一定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而且呢 它還有一股 濃濃的臭味 OK 為什麼 它是一張 這女媽媽講的水筍 我們講水筍 是一個專業名字 水災筍害 OK 水災筍害 水筍的這些畫作 基本上它都是 不管你的水災 大水無情 那什麼呢 都淹掉 所以它當時會帶來油啊 帶來帳物啊 帶來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商家 好不容易把它從水裡 可能撈了起來 救了起來 車庫或是哪裡 救了起來 它的上面原本是 布滿了這些稻草 布滿了這些稻草 然後一些帳物的東西在 然後 拿到工作室 就放在那邊 沒有人會修 等到我有出現的時候 大概拿了一些 簡單的儀器 紅外線之外 稍微檢視一下 發現 東西 它東西在裡面 就是在這個 暗層的東西下面 因為它上面這個結構 這些 帳物啊 這些屋構 實在太厚 然後味道又重 所以這個 這個業主一直很高興 跟我講的時候 我就這樣 嗯 OK 各位 可是你們想一下 如果真的是 當代藝術的話 你覺得說 OK啊 好不好 可以嘗試一下 可是各位 我們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 剛剛年代上面寫什麼 它有身份證 對啊 它有身份證 然後證書一堆 他們拍賣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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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年 你畫這樣子 你看如果畫個一個 王公貴族 你會不會被看透 好不好 你就畫這樣 然後跟他說 This is very very beautiful Crystal Mo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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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義大利亞一樣講 他絕對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這裡面到底有什麼 這裡面到底有什麼 我們看一下 這張畫作 外面原本有一個 Konnichi 一個外光 一個frame 一個外光 這外光基本上我們就直接 怎麼樣 送給這個 畫光修復師 有這個專門在做這個 木器的畫光修復師去修 可是這個畫光實在是 破損太嚴重 像你看這上面 可以看得到豬豬 剩下一顆兩顆 三顆四顆 原本有整排的這種豬豬 幾乎都不在 所以最後這個業主就覺得說 也就算了 反正一塊爛木頭 也不是這個1616年 留下來的這個 原件的這個東西 可能是 上個世紀 或是20世紀初的時候 人家幫他配的 所以他就決定說 那做一個仿舊的就好了 可是這張畫你可以跟他說說 這張畫你丟掉好了 幫你畫一張更快 不行嘛 所以基本上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要跟他 開始去要一些檔案 各位 未來你們家裡面 甚至你們創作出來的東西 請你們現在是一個認知 現在是一個Digital的時代 你只要有記憶體 怎麼拍都沒關係 所以當你們手上有東西的時候 一定要拍照 因為當我在跟他索取照片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問題 其實在歐美 這樣子的問題比較少 因為他們基本上都有一定的這個程度 就是一定的這個 根本就嘗試而已 就是東西到了 就要趕快多拍一些照片 這樣留下來 可以做為以後的什麼 修復的reference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這些參考 這些參考 可是這一位 人兄 一位高高的壯壯的這個 這個人 這個美國人 他猛說有啊 我有照片 我照片給你看 我就看到一張照片 你知道那個美國南方 那種大家族有沒有 然後大家都喜歡在這個 這是一面牆壁 牆壁上面掛路腳 牛腳掛槍啊 掛掛啊 什麼等等 然後一排人站在前面 男生就這樣擦腰穿西裝 女生就穿洋裝這樣 很多人這樣在照 在那個照片裡面很遠的 透視很遠的地方 有一個橢圓形的東西在那裡 好不好 他說就這張畫 就這一張畫 你就看到就這一張 很漂亮對不對 就這個你看 就一個portrait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小小女孩的portrait OK 我們現在有這個資料 寶貴的資料 當然我們可以用紅外線 用紫外光 再做一些比較詳細的檢視 知道以後要開始做什麼 就會想像到要清潔它 對不對 要清潔它 各位 在修復裡面 不管紫質啊 不管油畫啊 不管壁畫什麼等等 清潔都是一個最重要 也是最困難的地方 但是最常被忽略的地方 每次大家都想做 我就把它清乾淨就好 就可以開始修 錯 你清潔就是修復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為什麼 清潔是修復裡面 唯一一個不可逆 就是不可逆轉的 不可逆轉喔 的一個一個步驟 當你使用容積過牆 使用手術刀 儀法 就是使用手術刀方式 然後力道 角度錯誤 你就把什麼 原作部分給清除掉 一旦清除掉 你後面再補上的東西 時間全部從零開的計算 時間全部從零開的計算 這些文物跟一般的器物 最不同的地方 除了它的藝術性以外 就是什麼 它的歷史價值 就是直接牽涉到什麼 時間 時間的長段 所以實際上 實際上 這一個穀物的存在 基本上要看你能夠留下多少 要看你能夠留下多少 OK 所以這張畫座基本上 已經被之前的人 已經重新修復過 那我可以跟各位講 之前修復過的狀況 非常之淒慘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慢慢清潔出來的樣子 各位看到 基本上 是一個 還蠻漂亮的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 有一個肖像畫 下半部 可是因為它的上半部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應該不是只有下半部 應該不是只有上半部 其實大概全身 三分之二以上 它就是被剛剛 各位 聽了 可能從哪裡去聽了一堂課 或是怎麼樣 然後知道說 原來畫部會老化 所以後面要貼一個 新的畫部給它 所以它去家裡 都要拿了一個什麼 莫名其妙的東西 就把一張畫部 給硬生生的貼了上去 可是我們以前 在面對這些焦料的時候 基本上如果是 不管修復的好 但是那個 對材料學有一定的認識 你不會拿那種完全 都沒有辦法清除掉 加熱加濕 或者是溶劑 或者溶不掉的東西 如果第一次遇到 在這個背後 它是一個 結成一個 硬化到一個 非常非常嚴重的一種 一種不曉得是 什麼樣的一個 焦料 或者類似有點像 甚至水泥的這樣子的東西 直接卡死在它的纖維裡面 所以不管用加熱加濕 或者是溶劑的方式 完全沒有辦法清除掉 這時候 我就用手錄刀怎麼樣 慢慢一點一點的把它敲掉 所以它基本上 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 那個膠 它的之前用的這些 膠原劑 就是直接把那個纖維 直接抓裂 抓斷 或者是直接就把纖維怎樣 合在它的這個 膠料裡面 所以基本上 根本 畫作上有非常多的地方 是完全被破壞掉 所以我們花了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快兩個月的時間 才把畫作上面這些纖維的地方 做滋補 纖維的地方做滋補 包括這一次的這個 花的作品也一樣 大家可能在想說 到底怎麼修的 到底怎麼修的 然後有很多的這個 傳聞啊 這個 神話出現 可是我大概就是對著它 一直念經 念了13個小時以後 它就合起來了 好不好 所以呢 實際上 這些東西基本上都是 所有的東西不是 我不是那一天晚上才開始做修復 而是我在七八年前就開始一直在處理 這樣子非常困難的問題 這些東西基本上 你的這些 布料不見的地方 全部經緯度要怎樣 TESTA TESTA 在義大利文 英文就是HEAD TO HEAD 就是怎樣 頭對頭要做銜接 之後架橋 架橋之後 它的纖維才會固定 它纖維固定住之後 在上面怎樣 開始做打底層 然後之後基底重建完以後 我們會上一層巴塞 一個水性的一個的顏料 做這個未來要骨色的記號 然後也方便未來再清除 然後之後再上一層什麼 保護層 這個就是上完保護層之後的這個狀態 兩個月過去 兩個月過去了 OK 然後之後開始慢慢做這個 全色的動作 慢慢做全色 各位注意看一下喔 這個衣服上面 它很困難 是因為你知道 它的一件衣服 它下面是一個斷面的布料 然後上面是一個半透明的薄紗 可是你在做修復的時候 你就只有一兩次的機會 要把這個東西描繪出來 還有它的難度是 在肌膚這個部分 你怎麼樣做出這個1616年之前 就是四百年前 再一年就四百年前 這樣子的一個小女孩 就是已經晶瑩剔透 當時候畫出來 可是它要經過時間 這麼長的時間 四百年 它會讓這些顏料 材質有一些些的改變 這也是古畫 我們看這些古典油耗 為什麼這麼有價值 這個這個東西 你要怎麼描繪出來 慢慢看一下 慢慢快完成 OK 細部呢 看一下這個地方 火傷 其實你都是可以從周邊 找到資料的 你絕對不能說 這個美國的東西 秀一下 畫一個那個小米老鼠出來 畫上去 不行 好不好 你一定要忠於原味 你要周邊去找到 各式各樣的訊息 甚至 你要在圖冊書本上面 去找類似的畫家 然後去找類似的什麼 去找類似的畫風 好 甚至這個宮廷裡面 你都可以看得出來 是哪裡 這是比較偏北方的 比較偏北方的衣著 OK 然後看一下這個複色的地方 我們修復 修復的人員 常常在講一個笑話 就是說 如果 美術館裡面這些 畫作雕刻 是會說話 會出聲音的 就當你一走進美術館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很多的哭聲 然後跟麻掌話的聲音 為什麼 因為都被修壞掉了 都被修壞掉了 最容易被修壞的是什麼 例如像 Portrait 尤其是女人的Portrait 基本上你在做這個補罪的時候 千萬不能怎樣 補的過厚 然後白色跑到過冷 或過熱的 就是等於說 冷色調跟暖色調 過暖的這個方式 你要非常非常 而且非常非常活土 因為一旦 你只要錯誤了一兩次 繼續加上去 這個好好的一個女孩 就會變成日本的藝劑 好不好 你會常看的 我常看到這個狀態 所以要做到這個狀況 其實是真的畫非常非常多的心思 而且還有很多的努力 才有辦法 慢慢慢慢將它調整出來 尤其很困難的是 這邊如果有人畫過 會畫過 應該就會知道 脖子這個地方 脖子這個轉折 是非常非常困難 還有那個皮膚 還有那個皮膚 OK 然後包括項鍊 這些東西都是 所以光要修復這幅畫 基本上就花了非常非常久的一個時間 但是也因為這幅畫作 讓我開啟了另外一段的這個故事 所以因為後來 我在想要講這個就是那個 這個就是那個小小工坊 當時候這一位胖胖的 這一位就是我們貪心的老闆 OK 他活得非常開心 真的 因為他貪心的 開始賺非常非常多錢 那當時候就不知道 抱著哪一根柱子 就死都不知道這樣子 後來 也就真的 14招英雄 留了下來的人 那就真的開始 能夠能夠 一方面就救到這些藝術品 然後一方面也讓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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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致富了 一個美國傳奇 那美國真的有很多這種傳奇 我就遇到一個 那也因為這樣子一個故事 其實實際上我又回到 我後來又決定再回到 再讀一個碩士 我那時候後來讀的這個碩士 是文化生產管理的這個這個碩士 因為我希望能夠 未來還是多了解一些 關於這些經營的這個這個這個模式 那也因為這樣子 我遇到我當時候的一個藝術師教授 叫Claudio 那他知道我一直在做修復 他也知道我非常喜歡 也很想在學 所以他介紹了我他的好朋友 叫Sam 可是他跟我說 可是你要注意 在State Farm那邊 就是我後來這位大師 大師的這位 這位大師的師父 他那邊只有一級配 所以我不曉得你能不能進得去 就是不曉得你是不是能夠再進去 就是已經是不同階級的 那我當時候怎麼樣 我當時候其實基本上 然後這是我當時候在那邊畫畫 畫那些術鞋 然後畫那個窗子 我當時候其實就是帶著小公主 然後當然也有其他的這些東西 到的profile 到的CV 給他看 他其實看完這些以後 他只問我一句話而已 他也沒有問我說 畢業啊 或是怎麼樣 他只問我說 這一個作品是不是你一個人修的 他說是 他說好你可以來了 所以呢基本上 基本上其實 Stayvon那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我會畫這個東西 因為當我被他叫進去以後 我才知道 那個等一下 這樣嗎 這裡還有嗎 好 沒關係 OK 好 那多一個看一下 這大概就是當時候在 工作的一個場景 因為我當時候接到的 第一張畫作 就是一張 法洛克時期一級畫家的 叫做Penadostroxy的這個畫作 那 我一看到那個畫作的時候 我發現 我看不懂 就是 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樣子的畫作 就是當時候在 學習修復的時候 就是在跟Stayvon在修復 一個 十三 十四世紀的時候 的一個 一個祭壇畫 OK 那這是我們的工作室 這是我們的工作室 OK 那我當時候在修復的 其實就是這一張 聖羅倫佐的慈悲 聖羅倫佐的故事 那他是1625年的時候 有Penadostroxy 就是 義大利法洛克時期 非常非常重要的畫家 各位可以上網去看一下 他的畫作 或許你會蠻喜歡他的東西 我修復的這張畫作 現在存在這個 聖羅倫美術館裡面 可是這是一張 我當時候 這是這一張 我完全看不懂的畫作 為什麼說看不懂 因為這種一級畫作 其實他基本上 他在製作的時候 他在繪製的時候 就比一般畫作更細緻 他使用的材料 使用的技法 都比一般的這些畫師 在使用的更高端 所以當他過了這些年代 幾百年這樣下來 四百年的時間 這樣下來 其實基本上他累積的問題 也不是一個 就是普通的畫作 例如你們回想一下 我拿到的第一張畫作 那個狀況 一直到這一張 那其實是天壤之別 那就是天地的這個差別 所以我在那邊 為什麼會有時間畫這些畫作 因為等到Stefan呢 一離開的時候 工作室沒有人 我就離開這張畫 我不想待在他前面 因為我沒有辦法 進入他的這個 這個所有的條件 包括他的畫工 還有他的使用的材料 然後一直過了兩個禮拜之後 因為我每天下班 我就會故意提早下班 我就趕快衝去 某一間有他的 其他畫作的美術館 去看其他人 怎麼修他的東西 或是上網 或是去其他的城市去看 那直到兩個多禮拜之後 我才準備好了 才動筆 所以實際上 修復這個工作很有趣 他很像當代醫學 就是說 他一定會先做完 所有的檢測以後 才把你送上手術台 而不像可能18、19、19的醫術 就是說 醫生問你說你哪裡痛 然後他說 我這邊 腹部這邊有點痛 他就給你拖開看一看 還好啦 沒什麼事情再繃起來 不是這樣子 修復其實跟現在醫學一樣 我要全部這個Explanation 這個所有的這些檢測 全部做完以後 我才可以怎樣 動到 動腔 再把你修復好 所以那個前面時間 是要花比較多的 那 這重點也包含了什麼 你要懂得害怕 你要懂得害怕 你對一些藝術品的尊重之外 你要懂得害怕 因為 他的身上 承載了太多的這些時間 的這些像度 還有更多更多的一些因素 所以那個東西 是你必須要去尊重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修復完成之後 OK 現在在聖路易美術館 我們上網 在聖路易美術館的網站上 找八六個時期 他大概前面兩站上就是這個 因為這是他去中央的晚上 所以 修復完成之後 2010年再寄回了這個 聖路易美術館 現在在聖路易美術館裡面 收藏著 好 欸 怎麼有仿製畫出現 各位看一下 各位 這就是同一個畫家 當時很紅的 很紅的這個寫照 就是 基本上 他的這個主題 受到大眾的歡迎 所以他自己 又再製作了另外一幅 非常相似的 這個畫作出現 OK 所以各位這個在網路上都可以 都可以找得到 就是在哪裡 羅馬的國家古典美術館裡面 收藏的 OK 一樣也是什麼 就是聖路蘭佐的布施 聖路蘭佐的死碑 那我們看一下 後面這個就是 喬多的這個畫作 那 那 反正網路上面那邊傳說 有沒有做過 沒做過 反正我就是做過了 OK 那我們做哪裡 我們看一下 其實基本上這個是修復完成的這個 這個作品 進入這個 烏菲之美術館裡面 修這張喬多的畫作 小樓畫作沒有辦法 再像這些其他畫作 能夠寄出來 能夠 帶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是國報中的 國報中的國報 所以他基本上 他只能在哪裡 限帝修復 各位 這幾個名詞都出現了 大家有在想 這個畫 怎麼不能限帝修復 環境條件不合 什麼什麼什麼 等等 我想這個是大家對這個修復 真的沒有一定的了解 我不覺得這是一個錯誤 但是 我要跟各位說 在西方裡面 太多大教堂裡面 掛著所有的這種巨型繪畫 那我剛剛說 我一路走來 看著這個義大利 路上有很多這些小工坊 那個門 那個門小到 你有時候都要擠進去 側身有時候才進得去 那些畫作該怎麼進去 那些畫作要在哪裡修 各位 那些畫作就在教堂先進修復啊 我拆下來 在這邊把位置佈置好之後 我就在先進修復了 所以那個是非常常見 日常生活裡面都見到 或者甚至 學生在外面實習 你在教堂裡面修復的東西 就在教堂裡面修 所以那個是很正常的事情 只是在台灣沒有這樣機會看到 但是我想一想 也不對 我們在廟裡面修復是在做什麼 你知道我意思嗎 那所以那個基本上就是 太渲染了這個議題 而沒有把這個主題的東西給看清楚 我覺得這一點是 教育上面很重要的一個遺漏的一點 那我們看一下 其實實際上 Stayvon長得很像羅賓威廉斯 我兩個師傅 第一個長得很像凱文斯佩希 那這個長得很像羅賓威廉斯 就很有意思 那他本身也非常非常幽默 可是他就是 現在現存世界幾個 能夠叫出名字的大師之一 Stayvon Scarberry 那這是當時候進到烏菲斯美術館裡面 我們就在這個 最後一間 大家知道 最後大家繞完烏菲斯美術館以後 一定要去看的就是卡拉瓦橋蛇魔女的頭 被砍下來 畫在盾牌上那一間 後面有一個空房間 空房間就是一個緩衝的地方 後面就是 Valenture 就是烏菲斯美術館的這個 典藏庫房 我們在烏菲斯美術館裡面 看到最重要的 拉格爾的畫作 還有最重要的什麼 波提切里的 春神啊 或是維納斯的單身 都在這些美術館裡面 可是你知道 這些美術館 才固定的常態展出 是400張左右的畫作 你知道他館長了多少張 他館長了4000張 他館長4000張 所以我們也是很幸運的是 因為在那裡工作 才有辦法去知道這些事情 那 在這個空房裡面 我們就馬上佈置出來 這個空調房間 我們就佈置出了一個 很完整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修復的一個中心 那在那裡做出很多的科學檢測 然後大家才開始 在這些科學檢測之後 才開始怎麼樣 能夠做修復 但是你們看到 這是一張五折的祭壇畫 叫做巴迪亞祭壇畫 巧托1301年的時候製作完成 各位沒有聽錯 1301年 所以距今多少年 714年 今年205年嘛對不對 714年前的畫作 所以這些最重要的人體的部分 一定就只有30年以上的修復式 像State Farm 才能夠去碰 我們這一個team 就是State Farm 組成的五個人的team 我是其中一位 我們只能解決那裡的問題 他的所有的背景 他所有背景 跟他的這些支架的問題 光這些問題 你就處理不完 為什麼 每一百多年 就要做一次修復 所以這個700年前的東西 上面有 600年前才流的東西 500年前才流的東西 400年前才流的東西 400年前才流的東西 300年前才流的東西 你堆東西 只有State Farm 他才能夠判斷什麼是什麼 所以我們光在這個上面學習 就學習到太多太多 你這一輩子 可能完全沒有辦法碰到 所以我說為什麼 那是一個印象最深刻 可是不是最開心的案子 那是因為他太困難了 那是因為他太困難了 所以實際上 我會覺得 能夠進入這個地方 然後成為這個團隊的一員 其實是修復到背景 清潔到這些神靈的周邊 我都覺得 那已經是一個非常非常難得的經驗 因為真正的這個筆法 你看這個筆法 如果他真的在動的時候 這State Farm的手 你就知道你完全沒辦法 因為那個就是 你去跟他擦30年 你去跟他擦30年 那個是跑不掉的 那是絕對跑不掉的東西 所以那一句話又出現 你如果只有四流的技術 你就只能碰四流的東西 你有三流的技術 就碰三流的東西 那你有上流的技術 你就可以碰三流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是非常確認的 那是非常非常確認的 但是 我覺得跟State Farm的好處 就是說 你也可以看到說 未來你會往這一條路的方向 再繼續走下去 OK 那就是State Farm 他當時候在修復的時候 我後來每年 就是我離開了他以後 到俄蘭的國家救護中間去工作 那 每年都還是回去 State Farm每次見到我回來 他都很開心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師會問什麼問題 好不好 大師會問什麼問題 他怎麼成為有一個大師 大師每次見到我回去的時候 我就只是他的其中的一個 奴地而已 然後慢慢在城市當中 他只問我說 欸 你在荷蘭那邊 他們修復 他就會舉一個說 修復這張圖啊 在荷蘭那邊 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方法 可以讓我學習的 各位 一位做了三四十年 修復了大師 他見到你第一句話 他在問你說 他有什麼可以學習的 你們覺得 他不會是一位大師嗎 我覺得 這個才是一個 就是State Farm給我的 就是至少他灌附在我身上的一個精神 就是你必須不斷學習 那在歐洲 基本上他也是 他的整個 包括你寫作 寫論文啊 什麼 這個在學院裡面 他就是告訴你要自我學習 可是在工房裡面 你還是看得到 以為這樣子的大師 他告訴你說 你要不斷學習 而且他身體已經能告訴你 所以 我每年都還是會 當然自己是找藉口 回去義大利度假一下 但是還是一定會回到他的工房 問他有沒有免費的事情 可以幫他做 就是 我免費幫他做任何事情 為什麼 這邊不知道有沒有 學古典音樂的朋友 就是 做這個古典油畫修復啊 很像是學古典音樂 你一天古典就退布兩天 可是你知道台灣 很少這樣子 尤其在State Farm這邊 你就已經習慣做一集品 在台灣 你要再進來 還要奉獸一集品 根本幾乎不可能 頂多一兩張 一年頂多 出現一張兩張就偷笑了 OK 所以實際上 我回到那個地方 你會發現 他的技術怎麼又退布 就是你在這邊做很多的教學 然後 修考很多案子 可是實際上 你回去面對那些東西的時候 你心裡面是有一個失落的 但我覺得那個東西 就在警惕我 你必須要不斷地學習 所以每年都還是要 回到師父面的地方 去繼續作業 那當然 那個時間會慢慢縮短 因為隨著年齡增加 你還是會知道說 那個基礎上面 其實你手 只要每天有勞動 就會不一樣 就看到同學 就不一樣 OK 那我們大概經常都還是在這樣子 就是每年回去都還是 有很多個話要聊 然後 他還在問我說 台灣有沒有再稍微進步一點點 然後包括這一次的這個 八卦 其實基本上 他們那邊很快就有訊息 可是在 DVC的朋友 或是在這個 意大利這邊的 報章雜誌的朋友 甚至這張 他其實基本上都很簡單 寫了一句號給我就說 我們很高興你把這張東西修好了 然後就這樣子 那 DVC那邊新聞 各位可以上網去看 他們其實很簡單 他們只在討論 他修不是說他怎麼修 然後先加護之後 加強結構 然後之後把色彩的地方 再加強修過完成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可能很少人會想要去問說 這個修不是多高啊 體重多少啊 結婚了沒啊 之類的 OK 是不是在亞洲美術館當副官場這件事情 好 好 那我們後面 我想這一次的時間 已經差不多了 好不好 那我想大家應該很好奇說 那個花到底怎麼修呢 我們就第一次在 亞洲美術館這邊 亞洲大學這邊公開一下 好不好 各位想看嗎 不要八卦喔 阿如果要看我的證照 直接去問那個教育部就好了 教育部已經省過了 很多年前 這裡的字是也有了 好不好 好我們看一下 這是不是那張花 可是呢 我們在修復之前呢 一定 合約上面 還包括未來 只要有公開 只要有公開行程 這邊未來如果有成為修復師的 會要告訴你們 我的師父 我的師主 然後告訴我 我的學院裡面教授告訴我 一件事情一定要做 在你的合約上面 一定要寫好什麼 本修復案 不付任何真偽 鑑定之責任 OK 這是修復師的一個很重要的守則 你不是鑑定師 你不是鑑定師 OK 所以你絕對不能去做這樣的事情 面對一件作品的破裂 就像一個醫生在面對一個病人一樣 你不會管他是黑人白人吧 他受傷就是事實 所以他必須要被修復 我想這個是修復師 應該要遵守的一個原則 那我想那也是我一直遵守 一直以來遵守原則 OK 所以這張畫作基本上 他就叫做品花 他就叫做品花 OK 然後大小212x140公分 破口處呢 我們看一下 他直接那天當天送來的時候 我還在亞洲美術館這邊倒來 做這個 這個 等於是有很多家族朋友親戚來 然後我還在美術館上 接到這種電話 他馬上傳過來 就是這個主辦單位傳過來說 欸 蔡老師這個破掉了 我們在看這個破口的時候 一般來想啊 都會覺得說大概是只有五公分而已 五公分以內 為什麼 因為一般來說啊 會有這種破口幾乎都是什麼 桌腳啦 椅腳 被人碰到 或者是一些板子掉下來砸到 所以那個破口的痕跡不會超過五公分 大概都五公分以內 不是 然後他一進來 我問他說 Kickland 他說Kickland 這就是大概多大 他就跟我說 誒 5公分 他說有一點大 結果一來 他大概簡單了 其實那個時候實際在看大概 我後來在直擊車 大概九公分多 所以是很大的破口 然後大概 這個地方有十幾公分 大概十三公分 不是只有十一 他怎麼破的 各位 那個 我現在示範我就是那位小朋友 好不好 小朋友不小心走一走走一走 可能被絆倒或是失神了 他的 應該我在看是 小拇指這個地方 壓到的 這個畫作 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看到這邊先撕裂開 可是因為他整個重心不穩 所以手 因為他有拿著飲料 所以手整個壓下去 各位以後去看畫展 千萬不要跟我們找麻煩 好不好 拜託 飲料不要帶 也不要看手機 一樣的意思 我相信以後未來也有人 會拿著手機砸下去的 我覺得一模一樣 這是大家的素養問題 不是什麼展覽單位 或是什麼什麼什麼 太多問題 在歐洲如果這邊有去過 不管是美國歐洲 根本沒有為那個 紅龍的 或是那樣子的展覽去一大堆 我想那個絕對是素質的問題而已 那不是什麼什麼 又有高牌 又有什麼 我想那當然都有改進的空間 但是我覺得 真正是我們 看藝術品的那個習慣 還需要再加強 所以他整隻手上 一壓下去的時候 整天就整個破掉了 因為那是一個 老的一個 一個材料 所以 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就想說 能不能夠解決 能不能夠解決 我們大家其實最主要 修復是在做這個事情 基本上就朝三個方向去想 第一個就是環境 環境小型 環境能不能改變 能不能做運送 能不能運送下來 OK 環境完之後就是什麼 時間 你有多少時間要修復 你有多少時間 可以讓我修復 再來經費 你經費到哪裡 你這些話有沒有保險 有保險我就不用談這個事情 那就關門自己去沽了 OK 所以朝這三個方向 業主也提出了這三個方向 他的Range在哪裡的時候 我想一位專業者 就像我們剛剛 你們剛剛看到 這樣子 七八年 十年下來這個訓練 是為什麼 我想跟各位說 包括社群學員也是 你訓練出來的專業 就是為了幫業主解決問題 不是幫業主找問題 我想這個是 這個是非常 當然你在這一方面裡面 你要把你的知識 專業知識投入 去教育這個業主 這當然是必要的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 你不能幫業主 這個業主解決問題 他就找可以幫他解決問題的人 我覺得那個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當你的專業到達這個程度的時候 你就做這個判斷就好 如果不行就放手 如果可以修就修他 所以 基本上那天我就問他們說 能不能移動 他說他不希望移動 為什麼他覺得破口害得到 移動的時候會有更多的東西 會掉落 那這是他的考量嘛 那所以我就來看啊 上面破裂的纖維 我能不能去補醉 那他給我的時間 他就需要再緊急回復 在展覽 反正他有他的需要 我能不能做到 我想那個纖維上面 因為我看了他的纖維 因為基本上 我覺得是大斷頭的 其實是比較整齊的纖維的斷頭 所以我覺得OK 可以做連結 他能不能修 我覺得到現場去判斷就好了 到現場去判斷 可是以後 我會盡量避免那個 被督麥克風的情形 就是 基本上那個很麻煩 我其實後來還是覺得說 我們就是在後面把它修好 就離開 離開那個現場 會比較 會比較不會引起這麼多紛爭 為什麼 是因為在台灣這個地方 修復這件事情 大家還搞不太清楚 所以我希望今天 所有這邊大概兩三百人 如果聽完這一次的分享之後 其實對修復 其實有更深入的認識 他其實是靠時間 慢慢累積起來的 他不是一夕之間 可以爆紅的一個行業 或者是一夕之間 賺到很多錢的行業 但他絕對是那一點一滴 累積起來的一個 一個一個 其實蠻累人的工作 好我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在縫合這個階段 那其實實際上 我是從背面縫合的 我是從背面縫合 但背面會考慮到一些 業主要求的一些 一些機密的一些狀態 所以其實實際上 很簡單就是 很麻煩 很不簡單 那就是實際上 我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翻過來之後 我把所有的纖維 全部頭對頭連接起來 然後之後架橋 之後架橋 然後之後後面一樣 做一塊透明的補丁 就是我會有一個 性事的一些材料 能夠做到後面的時間 這個補丁不用再貼一塊補 就是像那個 一褲子破掉 慢慢幫你補丁這樣 不太需要 但是實際上它的那個 膠合劑 我用了大概三四種 不同的膠合劑 去做整個緊急的這個 加固補腔 然後之後再翻過來以後 你可以看到 已經平整 然後所有的纖維 我覺得那邊應該也看得到 所有纖維是怎樣 頭對頭 整齊連接起來 那個都是用非常小 你也只能放大筋 然後手速刀 慢慢去調整 慢慢去調整 有時候你甚至 更細緻的纖維 你可能要用到大概 至少三十倍以上的 纖維金 就是基本上那個 比較大倍率的 一個纖維金 然後去做 去做手術銜接 但實際上 這些材料工具 還有方法 都知道以後 就是什麼 你的手感 就是你平常訓練 就是你平常訓練 OK 那那個訓練就是 就是十年了 就是十年的訓練 就這樣而已 那然後呢 在這個上面你要做什麼 記憶體重建 各位 這邊一切東西 是不是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基本功 就都是你的基本功而已 可是問題是 基本功 就看你練多久 看你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看你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OK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記憶體重建的部分 要隨著他的這些記憶體溫度 怎麼樣 去做變化 去做變化 都是一樣的事情 所以大家現在知道什麼是記憶重建了吧 對不對 可以用在哪裡 用在什麼實際上的地方 然後呢 這個是整幅化它存在的地方 開始做全色 全完顏色以後 再看清楚一點 在這個地方 你幾乎看不出來了 你幾乎看不出來了 如果今天那個導覽不跟你講 然後你還要特別測光 什麼這樣看 我可以跟你保證 你近15公分以內 你都看不到 都看不到這個東西 那這個就是它被修復完成 修復完以後 大概修到早上 快五點 我就離開了 因為我知道台灣是一個喜歡八卦的地方 所以我馬上就跟他們說 載我去做 他說現在沒有高鐵 我說好 那我就做一做我久違的核心客運 我就做核心 然後回到南部的工作室 回到工作室的時候 早上十點我就繼續工作 手機全部關掉 然後就做到 做到大概 晚上大概七八點以後 然後才發現那個 被抽筋 因為 我們在做這個縫合的時候 可能你們會看到一些照片 我們就是 都這樣子 彎著腰 然後大概做七八個小時這樣的工作 然後只有大概 剩下兩三個小時是 才可以立的這樣去做 然後之後這個補色完之後 又再翻過背面 再重整一次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緊急的狀態 然後它有一些毅力 必須要去克服的 那些材質的一些問題 然後之後再翻過來 再做一次選擇 所以做了兩次的這個選擇動作 然後之後上這個保護層 然後所以讓整個畫面 能夠統一 然後現在大概在送回義大利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 好像報紙報的很大的一個 其實對我們來說 就是每天例行公司而已 就是每天例行公司 那你只是怎麼樣 再比較短一些 這個時間上面是有些短的 但是問題就是 能不能做 可以做 那結果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 再去討論說什麼 它十年之後 二十年之後 會有極速老化現象 我想這個是比較不科學的 因為修復跟藝術的創作 它是切得非常清楚 它中間那一條 維繫它的這個 也應該是說 讓它獨立出來 非常不同 就是科學的東西 你必須要有非常多的科學根據 然後包括去測量它的intention 什麼等等這些東西 才能夠去做它未來的判斷 所以我想那些東西 基本上 我們都會採取不回應的方式 就是因為 不是因為沒有證據 或什麼 而是那些地方 那些這個根本不是一個 專業知識 能夠回應的一個目標 除非你告訴我說 它的盤性支撐度 或者是它的這些印地上面有多少 然後出現什麼問題 那個才有必要去做一個 一個詳細的回覆 那目前這個狀態就是 它的狀況 我想只要不要再有劇烈的碰撞 基本上都沒有任何問題 基本上沒有任何問題 那就是看它未來的保存 那我們也不希望有下一個 拿著這個飲料 或者是拿著這個手機的小朋友 再進去幫台灣製造 因為全世界都製造了新聞這樣子 我相信未來 我們或許是好好的 把我們自己的股基保存下來 好好的把我們的文化資產 給存留下來 這樣子的一些美好事情 讓國外的看到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台灣 也有這樣子的大眾 是可以一起把我們的好東西留下來的 那我想下一次如果還有機會 我會跟各位分享 我們在台灣這四年來 做了什麼 有西化 然後也有這個 真正台灣的這些文化資產 那我想今天分享大家到這裡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我們 在這邊副館長 我們需要把它拉住 跟我們美術館簽上關係 很一切的關係 蔡春瑞副館長 謝謝 那下次一定還會有機會 因為畢竟是我們的副館長 我們美術館希望能夠辦 這麼精彩的演講 副館長整個可以副館長 好 那我們再次用熱烈的掌聲 謝謝蔡先生 收集大聲 蔡先生 感谢观看